你知道顾家两口子 在上海打拼八年 一共攒下了多少钱吗 同样是上海打拼八年 月薪一万五的王曼妮 离开上海的时候 就带着三千块钱 顾家和许幻山上海打拼八年 虽然开了佳烟花公司 却是租了七年房子 直到去年才买了房子 因为新房需要装修 所以还是租房过日子 苦尽甘来 在顾家的领导之下 三口之家蒸蒸日上 今天正是顾家搬新房的大喜日子 一 二 三 谢谢她了 到新家了 你两个鞋 来 许子言 陈姨带你去玩滑梯啊 顾家不仅仅给保姆留了个房间 而在许子言的房间里 甚至还有一个滑梯 真的是太好了 顾家住的小区名叫军岳府 九米高的入户大堂 手工打磨的水晶灯具 阳台上甚至能够看见东方明珠 现实生活中 这个小区名叫锦瑞上冰江 房价高达十三万一平 顾家的房子面积至少一百五十平以上 加上装修差不多需要三千万 仅仅靠许换山的烟花公司 显然无法抽出那么多的现金 所以顾家小两口是背上了巨额的房贷 才买下了这套房 这也为后面的破产埋下了扶贫 因为是乔迁新居顾家做了很多的准备 一般人搬新屋的时候都要放火盆 我们家是做烟花的 这叫风生水起 你是一家之主 你待会儿把这个水倒进池子里面 这个风水局就成了 细水长流 源源不断 盆满 波满 但是很显然 顾家的小招数并没有奏效 刚搬进新家 许换山就接到了电话 公司出了点问题 许换山和顾家来到了公司 财务告诉许换山 公司的大客户里总想要延期付款 下个季度再交货款 要知道顾家可是背负了巨额房贷 如果货款不到账 公司的资金链直接就断了 更加让人绝望的是 公司的另一位大客户万总 也在这个时候搞事 不断地压低货物的价格 许换山火冒三丈 那么多年的生意 现在居然都趁火打劫 顾家却知道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要是真的意气用事 辛辛苦苦创办的烟花公司 可能就没了 顾家立刻给万总打去了电话 答应降低一部分的价格 成功地把单子签了下来 顾家三言两语地 就把单子签了下来 许换山很开心 亲手给顾家喂了一块橘子 橘子很甜 顾家却是起了疑心 你哪弄个橘子 一盒给的 说是补充维C 顾家看了眼橘子 又看了眼外面的李可 顾家来到了楼下的水果超市 却没有橘子的身影 直到走了四五家水果店 顾家才发现了同款橘子 二十五块钱一个 二百块钱一盒 顾家直接买了三盒 路过米西亚的时候 顾家看见了橱窗里的西服 许换山要是穿这件衣服 肯定特别帅 您可以进去看一下 您是给先生选的吧 是啊 这么目测是比较难的 下次您可以带您的先生 一起来试试的 好呀 我家就住你们店楼上 等他有空带他来试一下 好 谢谢啊 不客气的 为了庆祝乔迁新居 顾家做了满满一桌菜 看着顾家还穿着去年的衣服 许换山很心疼 不是说好买两件裙子去面试吗 为什么又穿上了旧裙子 顾家笑着说 咱们家欠了银行很多钱 现在还是能省则省吧 老公 嗯 你会不会觉得 我非得要换这个大房子 给你很大的压力 不会 换大房不是我拍的吧 住得更舒服 日子过得更好 这有什么错呀 是不是儿子 爸爸说这好 就是你心里啊 你就别总想着 我们住进了大的房子 儿子就必须要去顶级的幼儿园 希望越高压力越大 虽然住进了大房子 但是许换山觉得 幼儿园最重要的就是离家近 小孩子玩得开心 顾家却不这么想 我们背负了上千万的贷款 为了就是更好的生活 为了许子言上更好的学校 不让许子言输在气跑线上 哦 都听你的 我们不约定好了吗 教育的问题 我都依着你 所以咱们俩得好好准备一下幼儿园的面试 这次真的挺重要的 顾家告诉许换山 自己找到了下午的那款橘子 以后你要是想吃的话 我给你买 老婆 你怎么能这么伟大 你别说啊 我还真挺喜欢吃这橘子的 来 儿子 咱们一起谢谢妈妈 谢谢 又喝呀 许换山非常非常的感激顾家 正是因为有了顾家的鼓励 自己才能鼓起勇气成立了烟花公司 才能过上如今的生活 我们生孩子 换大房子 每一步你都比我有魄力 是你推着我往前走 是因为你有才华 我们家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你一张一张图纸 画出来的 一颗一颗烟花 飞上天落下来的 谢谢你老公 麦德雷 许换山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连忙拉着顾家到了阳台 我想试剂出一款 独一无二的烟花作品 您都都想好了 叫做《蓝色梦境》 什么样的烟花 特别的绚烂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以蓝色为主题 做出来烟花 你想象一下 天空当中深浅不一的蓝色烟花的绚丽的绽放 天空 海洋 还有前面这个日月星辰 还有数不清的珊瑚 色彩斑斓的热带鱼 我就想把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在这一瞬间全部给它点燃了 你的作品好棒了 徐总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第二天 一家三口盛装打扮 去参加外国与幼儿园的面试 没想到却出现了意外 儿子徐子言 居然咬人 你们知道 徐子言为什么要咬面士官吗 只因想让儿子赢在起跑线 顾家花了三千万买了军岳府的房子 背上了巨额的房贷 孩子开心就好 这是许焕山的教育里面 顾家却有不同的看法 住最好的房子 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样才能让儿子赢在起跑线 为了能上最好的幼儿园 一家人为此做了一年的准备 顾家侃侃而谈 徐子言的表现 也让面试的老师竖起了大拇指 顾家对徐子言的教育很成功 四岁的徐子言已经能用英文回答问题 而且对于一些简单的数学问题 也是回答得非常的有逻辑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 顾家和许焕山是非常优秀的家长 徐子言是非常优秀的小朋友 面试基本上是十拿九稳了 面试的老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首都在哪里 在胳膊上 是首都在哪里 你好好想一想 在胳膊上哟 我们问的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哪 他胳膊上 胳膊上 胳膊上 那个国家首都在胳膊上 十拿九稳的面试 最终却失败了 你们知道徐子言为什么要咬人吗 我们曾经说过 顾家和许焕山白手起家 在上海打拼了八年 才拥有了如今的一切 顾家深知这一切有多难 顾家不想儿子也走这样的路 所以自从儿子出生 顾家选择了在家做全职太太 而且专门请了保姆照顾徐子言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从小到大 徐子言从来没有朋友 也没有和其他小朋友打交道 顾家和许焕山对徐子言自然是有求必应 这也让年纪轻轻的徐子言 一遇到不高兴的事情 就开始发脾气 甚至是咬了别人 顾家没有责怪徐子言 自己确实没有教过徐子言这个问题 而且徐子言可能是理解错 但是顾家告诉徐子言 咬人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 只有小狗才会咬人 晚一点咱们去和老师道个歉 徐子言点点头答应了 这幼儿园的事还有希望吗 我可亲眼看着你这一年怎么过来的 这要是上不成了 我都想去跳楼了 让我们回家等通知 我想了想 既然没有当场把我们毙掉 就是给了我们时间来运作这个事 现在面试没有了优势 这栋房子的房本是最有优势的 搬过来之前 顾家曾经打听过 住在军岳府的孩子 基本上都是上的那个幼儿园 但是有件事 需要好闺蜜钟晓晴帮忙 钟晓晴作为军岳府的物业管理 和这边的业主接触的比较多 顾家希望钟晓晴帮忙打听一下 谁能帮忙写一下推荐信 最管事的肯定是业委会的会长 王太太 可是我能力有限 只能帮你签个笑 放心吧 再细的先到我这儿 我都能想办法达到关系 好 背了银行这么多贷款 换的这套房子 本来就是想给儿子一个好的起点 读这家幼儿园 是我好不容易说服幻山的 所以这件事不能出错 最近公司的事情很多 许幻山忙得焦头烂额的 顾家不想让许幻山 为了幼儿园的是操心 所以才想着自己把这件事解决 钟晓晴非常的给力 帮顾家约好了王太太 关键的时候还得靠亲闺蜜 那必须的 顾家拿着亲手做的蛋糕 打算去找王太太聊聊天 但是王太太住在21层 没有电梯卡上不去 我要去趟顶层 麻烦你帮我刷下卡 是要去王太太家吧 稍等 我得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喂你好 这里是前台 有您约好的访客 好的好的 打扰了 可以了 佳姐 我帮你刷卡 这边请 麻烦了 谢谢 经过前台的刷卡 顾家终于到了军岳府的顶层 逼出电梯 顾家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等到顾家到了里面 顾家一下子心态爆炸了 能让买得起3000万房子的顾家心态爆炸 这个王太太到底有多好 我们下集接着讲 花3000万买房的顾家 应该可以算有钱人吧 但是顾家第一次走进王太太家 直接惊掉了下巴 那么住在军岳府顶层的王太太 究竟有多好呢 只因儿子咬了面试官 辛辛苦苦准备了一年的幼儿园面试 直接以失败告终 但是顾家不想就这样放弃 毕竟当初花3000万买房 都是为了儿子徐子言有个好的起点 好闺蜜中小情 帮忙联系了幼儿园的负责人王太太 王太太就住在军岳府的21层 这是顾家第一次到军岳府的顶层 刚进门顾家就惊呆了 顾家一直以为 自己花了3000万 怎么也算个有钱人了 没想到 这个顶层是富士啊 对 上下三层 王太太正在古道望远镜 顾家一眼就看出王太太不懂这个 于是顾家提醒王太太 这个是专业的天文望远镜 可能要晚上才能看得清 给您带了点甜品 是我自己做的 低脂低糖 您请尝尝看 我最爱吃蛋糕了 全世界什么顶地蛋糕我都尝遍了 你这味道还真不烂 那太好了 你要是以后随时想吃 我就做了送上 王太太知晓了顾家的来意 王太太的老公是幼儿园的校董 王太太很得意 你算是找对人了 住哪层啊 我们住12层 1201 那是低层啊 咱这楼房价随着楼层涨 你知道吧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先生呢在经营一家烟花公司 那一年能挣多少钱 太太 您的话到了 你等会儿啊 王太太定的话到了 缓解了顾家的尴尬 顾家也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瞧不起 话簿慢慢揭开 顾家顿时傻眼了 怎么样 你懂话吗 我新买的 这个是真剂吗 废话 光赢品多掉件啊 正品 梵高的睡莲 好一个懂话的王太太 莫奈的睡莲变成了梵高的 顾家再一次的傻眼了 回头啊 我让他们都来看看 你说那餐厅上摆个什么花 算什么品味高啊 我这花 永不凋谢 那行 你先走吧 你的事情我会考虑的 啊 好 顾家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里 许焕山看见顾家状态不对 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你见过莫奈的睡莲吗 咱们在巴黎不是看过展吗 我真没想到 居然真有人买得起 就坏在他们家客厅的墙上 谁这么有钱啊 你上过这栋楼的顶层吗 顶层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说话没头没尾的 你说有钱人会买假话吗 连梵高跟莫奈都分不清的人 都能住在那样的房子里 我们弄努力是不是也一定可以 连梵高和莫奈都分不清的人 居然能花2.5亿买花 顾家立马又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买顶层楼房 买名人名画 王太太40岁过上了这样的生活 自己说不定也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第二天下午 顾家正在和客户谈夜路 却听见保姆说电梯坏了 而且是两部电梯都坏了 顾家突然灵机一动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顾家直接丢下了客户 穿上外套 穿上拖鞋 直接开始爬楼梯 因为钟晓芹曾经说过 每个周五下午 王太太都会去太太圈聚会 现在停电了 王太太只能走楼梯 顾家就有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和王太太独处 顾家气喘吁吁地爬到了21层 坐在楼梯口 静静地等待王太太的出现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传来了开门声 王太太 你要出门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上次我做蛋糕 那个盘子辣泥劲了 我还想来取一下 一个盘子而已 还至于爬楼啊 只要家里也没有被用的了 您今天要出门 我改天再来哪儿也可以 电梯坏了还得爬楼 哎呦 哎呦 您慢点 没买着脚吧 什么倒霉日子 王太太一直已住在21层为荣 但是现在电梯坏了 穿着高跟鞋下21层 王太太一肚子地磨 顾家提出把自己的拖鞋给王太太 这双拖鞋也是刚买的 王太太却没有回答 我看您上次弄那个天文望远镜 我稍微懂一点 要是您着急的话 我可以高跟去调 你会的还挺多 算了算了 咱俩还是换过来吧 我这要是脚歪了 就太远了 没问题 哎呀 哎呀 舒服 你穿我的吧 我看您这脚挺小的 估计我也穿不下 没事 走吧 就这样 王太太穿着顾家的拖鞋 顾家光着脚丫 两人一起从21层走到了一层 王太太 你脚没事吧 我脚 没事 快穿上吧 明天吧 去我们家过调调望远镜 顺便再收入你们家的情况 好 那我等您电话 钟晓晴惊呆了 顾家一直都是骄傲的 何时见过顾家这么卑躬屈膝的样子 顾家拿出来了很多年不完的望远镜 开始临时抱佛脚 临时抱佛脚 希望明天能帮王太太把望远镜修好 然后搞定儿子徐子言上学这件事 顾家如此的卑躬屈膝 没想到却反而被王太太嘲讽了 顾家直接就怒了 怒怼王太太 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 那个是莫奈的睡脸 梵高的那幅是孝日葵 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 一个母亲 为了孩子可以有多拼 身为千万富翁的顾家 把拖鞋让给了王太太 自己光脚爬了21层楼梯 仅仅是为了儿子能上幼儿园 躺在家里吃灰的天文望远镜 顾家重新拿了出来 研究了两个半小时 功夫不负有心人 顾家帮助王太太修好了望远镜 我们在这个季节主要能看见 金牛座和猎虎座 我老公就有金牛座 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小行星 就是在金牛座的心区 顾家笑着介绍着星座 没想到王太太却说 我想买颗小行星 你知道哪有卖吗 顾家解释说 现在好像只有小行星的命名权 王太太想要的也是命名权 王太太的儿子马上就要18岁了 王太太想送几颗小行星 当作生日礼物 我想花多少钱都可以 买三颗 用我儿子的名字 小名英文名 我全用上 本来嘛 你儿子这种问题小孩 我肯定不推荐了 但如果搞定小行星 我倒是可以考虑 顾家虽然百般讨好王太太 但是儿子徐子言是顾家的逆龄 王太太的话直接激怒了顾家 不是所有努力都会成功的 我劝你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是有钱 什么事都能办得成的 你站住 你餐厅里挂着那幅画 那个是莫奈的税围 梵高的那幅是向日葵 那就是你有多少钱都买不着的 顾家本以为王太太会生气 没想到王太太视魂落魄地说 你这话当初和我儿子说的一模一样 那你以为我对那破网眼镜感兴趣吗 那天我儿子从学校回来跟我说 他们同学在国际科学大奖赛里得了第一名 奖励就是一颗小行星的命名权 他都要羡慕死了 想都没想我就说 妈给你买买一串 你没看到 我儿子嫌弃我的眼神 顾家没想到 像王太太这样的有钱人 居然也有这样的烦恼 其实王太太想得很明白 虽然儿子嫌弃自己没文化 但是王太太还是把最好的都给了儿子 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 什么时髦我让他学什么 那别人十年才学得会的本事 我多交钱三年就解决了 那天你光着脚走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我还以为咱俩是一种人 现在看来还真不是 你没我接得住 也没我放得下 王太太的话 让顾家有了同命相连的感觉 顾家告诉钟晓晴 月色的第一天 我突然感觉到顾家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 不过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软弱 因为你希望这个世界 能对你的孩子宽容一点 但是你也比任何时候都强弱 无论是我去求全 还是武力求和 你都不希望任何一点伤害 落在你孩子头上 虽然王太太说话不好听 但是王太太也是为了儿子 所以顾家再一次地找到了王太太 顾家经过多方的关系 终于找到了一家国外的公司 可以提供小行星的命名权 这下王太太就能送儿子小行星了 顾家的态度让王太太很吃惊 怎么 又可放下身段了 和您一样 为了儿子 顾家帮忙搞定了小行星的命名权 王太太则是帮忙搞定了幼儿园的入学资格 顾家想加深和王太太的关系 所以带着老公许幻山一起感谢王太太 顾家提前给许幻山打了预防针 王太太文化程度不高 说话可能不太好听 希望许幻山一会儿能多担待 许幻山拍着胸脯保证 百分百不会生气 但是王太太一开口 许幻山心态就炸了 这词不吉利 我们家是放烟花的 我先生是做烟花设计 那放一场拿得出手的值多少钱呀 果然是没有文化呀 许幻山的表情一变再变 顾家连忙解释 大概三五十万到一百万不等 家长能为幼儿园提供什么 就写一年一场烟花秀 这个要写这么直接吗 到处尽放 放不放那都是后话了 这是你们的姿态啊 也是你们的实力 说白了什么面识 抵不过这行字的内容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经过王太太的指点 顾佳一下子就明白了 怎么了 你笑什么 莫奈要知道她的画 挂在这主家墙上 那能气活过来 儿子这一口可贵了 你早知道顶级优势员这路子 不去也罢 现在好一点的教育资源 都是拼家长 这哪是拼家长 这拼家底儿吗 从小学到高中 全都是双语教育 咱们什么时候 把许子言送出国 都不会有证啊 干嘛非得拼这个吗 很明显 被人说成放炮的 许幻山很不开心 但是顾佳费了那么大的劲 才让王太太写了推荐信 自然不想那么轻易地 放弃这个机会 许幻山也知道 顾佳为了这件事 做了多久的努力 为了老婆 也为了孩子 许幻山决定填了这个表格 许子言终于如愿上了幼儿园 但是上学第一天 顾佳就遇到了 家委会的会长木子妈妈 看见顾佳是空手过来的 木子妈妈很不开心 每个小朋友入学的时候 都要带纸杯蛋糕 而且必须是孩子家长 亲手考制的 上面要带小朋友的名牌 孩子们在吃蛋糕的时候 就可以互相认识了 顾佳哪里知道这样的事情啊 一点准备都没有 木子妈妈很不开心 但是顾佳接下来的一句话 直接让木子妈妈开始疯狂拍马屁 历经9981难 帮王太太买了三颗小星星 答应每年放一场百万烟花秀 顾佳终于搞定了王太太 成功地让儿子上了幼儿园 但是上学第一天 顾佳就猛逼了 家委会会长 木子妈妈告诉顾佳 每个新来的小朋友 都要准备纸杯蛋糕 这是幼儿园的传统 很显然 顾佳不知道这样的传统 所以毫无准备 木子妈妈很不高兴 没想到顾佳却说 我们家就住隔壁的军岳府 我现在回去准备 午饭前应该来得及 你们家住军岳府啊 一听顾佳住在军岳府 木子妈妈的态度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要知道军岳府的房子 一平13万 一套房子就要几千万 木子妈妈连忙拿出手机 让顾佳加个联系方式 以后有事可以随时联系 顾佳很开心 军岳府的房子果然没有白满 做蛋糕可是顾佳的拿手绝活 顾佳很快就把纸杯蛋糕送到了幼儿园 许子言把蛋糕一个一个分给小朋友 也认识了所有的小朋友 看来你手艺不错呀 我帮你拉到咱们班的家长群吧 一共有两个 一个有老师 一个只有家长 对了 到时候你可备注一下啊 发消息前一定要看清楚 别发错了 因为有些事有些话 也不能让老师们都知道 你说是不是 没问题 我都听您的 谢谢您啊 要不是您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幼儿园还有这个传统 以后啊 我说什么你做什么 听我的准备错 好 那过两天的美食会 你能帮上忙吗 我听你的安排 很快就到了美食会的时间 小朋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顾佳和许子言 推着大蛋糕 慢慢地走了出来 小朋友都沸腾了 蛋糕上面占满了小唐人 每个小唐人上面 都有小朋友的名字 就在这时 一个小朋友突然摔倒在地 整个人开始抽搐 原来这个名叫南南的小朋友有癫痫病 这可吓坏了在场的小朋友还有家长 顾佳非常的无语 木子妈妈又新建了一个群 没有老师 没有南南家长 群里现在正在讨论 想让南南主动退学 癫痫又不传染 他是说幼儿园有责任 不应该隐瞒病情 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 吓坏其他孩子 给孩子留下心理 儿子怎么样 没吓着吧 怎么可能没吓着 今天被吓坏了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大家都被吓坏了 但是顾佳却不同意投赞成条 凭什么让南南退学了 南南的爸爸已经在群里解释过了 当初南南的妈妈在生南南的时候难产 好不容易活了下来 但是却落下了癫痫这个病 这些年一直都在治疗 南南也很多年都没有发病了 不知道这次为什么突然就发病了 现在新建的那个群里 大家都赞成让南南退学 没有一个人为南南说话 儿子徐子言因为受到惊吓 害怕得不敢睡觉 你知道南南今天为什么那样吗 因为南南生病了 就发烧咳嗽那样吗 南南呢 她这个病比较特殊 因为南南有一个特异功能 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 她的脑袋里呢有一根小电棒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触电了 然后就晕倒了 像今天那样子 啊能危险吗 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 因为南南不会伤害到你 但是对于南南来说就特别危险 那南南下次要是再晕倒 宝宝愿意帮助她吗 愿意 因为她是奥特曼啊 顾佳直接在群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支持让南南留下来继续学习 顾佳解释说 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 没有攻击性 也没有传染性 如果仅仅因为这样的事 就剥夺了南南上学的权利 这也太残忍了 这种歧视的观念 也不应该植入孩子幼小的心灵 如果最终南南被强退 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 有了顾佳当初头鸟 立马就有很多家长开始发言 同意顾佳的做法 园长把顾佳和木子妈妈 邀请到了办公室 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幼儿园的讨论决定 大家觉得顾佳说的有道理 南南是无辜的 不应该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 木子妈妈 你能认同吗 认同 有什么要表态的 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这样不声不响的 报道所有人的群里 不然别人很为难 你是全职妈妈吧 是啊 所以女人啊 长期把自己困在家里 不接触社会 最先退化的就是人情事 其实 你看看群里的名字 就应该明白了 木子妈妈 紫妍妈妈 我们之间的交流 连真实的名字都不需要 这就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最大的区别 你是谁 你什么性格脾气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树立形象 您能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在你自己出风头之前 要先想一想 你的孩子怎么在集体当中生存下去 水爷妈妈 园长有事找您 我希望 你可以适可而止 下不为力 园长找顾家谈话 木子妈妈在门口等候 原来园长把顾家拉进了家委会 这让木子妈妈一下子就炸了 怎么着 非要 把我这个位置顶替下去 你才算完吗 我根本不想抢您的位置 我只是希望我儿子 能安安心心的在幼儿园里 接受好的教育 这话说得对 想当上会长的前提 是要你的儿子 能在这待下去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路过的王太太正好看见了这一幕 王太太决定找顾家好好谈一谈 顾家不知道的是 就因为自己强出头 儿子徐子言彻底的遭了殃 孩子突然倒地 双腿不停的抽搐 这可吓坏了在场的孩子和家长 开学第一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原来这个叫南南的小朋友有癫痫症 家委会会长木子妈妈 明确表示不想让南南继续念书 顾家却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小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癫痫其实是安全的 不能因为这样的事 就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的资格 顾家的想法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认同 园长更是把顾家拉进了家委会 这样木子妈妈一下子就爆炸了 直接威胁顾家 怎么着 非要把我这个位置顶替下去 你才算完吗 我根本不想抢您的位置 我只是希望我儿子能安安心心地在幼儿园里 接受好的教育 这话说得对 想当上会长的前提 是要你的儿子 能在这儿担下去 路过的王太太刚好发现了这一幕 于是喊上顾家一起去做美龙 你知不知道家委会会长有多重要啊 寒暑假的出国游学 平日里的音乐课 体育课 艺术 所有项目 每个班级的报名人数 都和这个会长的推广能力有很大关系 现在幼儿园还有这种利益链啊 那你以为呢 所以别人不容你啊 我没想取代他 想跟不想 结果都一样 威胁到人家利益了 王太太非常的欣赏顾家 所以指点顾家说 虽然你没有野心 但是想要在这个群体待下去 你就要适当地照顾其他家长的意见 不能太较真了 不然你会被其他人孤立的 果然被王太太说中了 这天顾家回到家 却发现儿子没回家 保姆说今天是木子的生日 许子言被木子妈妈接走了 顾家急急忙忙地赶了过去 小朋友都在房间里玩得很开心 但是却没看见许子言的身影 可怜的许子言被关在卧室好几个小时 哭得气不成声 木子妈妈却倒打一耙 责怪许子言随便乱闯别人的卧室 还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旁边的家长也在一旁帮腔 许子言都不和其他小朋友玩 是不是有什么顾僻症啊 妈 我这样不能那么晚了 我这样子不要是幼儿园了 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 顾家一言不发地抱起许子言 心里的怒气却已经是到达了极限 顾家把许子言放在了门口 转身又走了回去 你要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这是干嘛啊 干嘛你打我 不行 放开我 我要验烧 我要报警了 我要让你滚出幼儿园 该报警的人是我 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 就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 这叫拐蛋 该从幼儿园滚蛋的人是你 凭什么 要不然我就把你收回扣 谋私 那些烂事都发到群里 顾家以一敌二 把木子妈妈打得鼻青脸肿 然后又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给木子妈妈来了个双重打击 顾家潇洒地抱着许子言 转身就走 但是就像王太太说的 如果想要在这个群体待下去 有时候就要适应这个环境 顾家的三观虽然很正 顾家的做法虽然很酷 但是最终受伤的 还是儿子徐子言 孩子是单纯的 但是家长不是 可以想象得到 徐子言回到幼儿园 百分百会被孤立 更让顾家崩溃的是 这套三千万的房子好像有毒 自从买了这套房子 糟心是一件接一件的来 现在更大的危机来了 三千万买了房子 顾家特地做了个风水局 细水长流 源源不断 盆满钵满 没想到反而厄运连连 公司的大客户 李总要求拖延货款 公司的大客户 万总要求降低单价 顾家低声下气地 搞定了两位老总 没想到又遇到了糟心事 有女员工给许幻山送橘子 25块钱一个 200块钱一盒 这样的橘子 月入过万的我都不敢吃 月薪六千的李可 却买了送给了许幻山 说是可以补充为C 顾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李可的意思 这是惦记上了许幻山呀 许幻山这个大猪蹄子 显然没有发现这一点 顾家告诉许幻山 以后想吃橘子了 直接从家里带 但是顾家低估了李可 想当老板娘的决心 许幻山留在公司加班 李可也留了下来 而且李可还费尽心机的 准备了四菜一汤和水果 是亲手做的那种哦 李可告诉许幻山 外卖重油重盐 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如果以后想吃的话 我可以天天给你带 我就是感觉自己能力太差了 你说这一样的工作 别人都能做好 就我做不好 你才来公司两个月 慢慢做 很快就正常 我就是 怕你会嫌弃我 不会的 别难受吧 天真又单纯的许幻山 哪里知道李可的意思 还在安慰李可 只要你努力干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回到家的许幻山 和顾家说起了这件事 公司里的李可厨艺 真的是很不错呀 上次还给自己送橘子 许幻山差点要给李可 颁发最佳员工的奖状 我觉得这样员工不错 得多招 招你个头 还多招 第二天一早 顾家买了好几箱橘子 分给了公司的员工 用的理由也非常的有意思 补充为C 当时李可就是用的这个理由 李可听到脸都绿了 更加尴尬的是 顾家直接问李可 李可你现在公司 应该有多少钱 一个月六千 六千都舍得买 二十五块一个的橘子 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工资才能涨得快 你说呢 顾家的警告并没有让李可收敛 许幻山和公司的大客户万总 吵起来了 许幻山非常非常的生气 我有没有快过期 或者刚过期的烟花 别销毁了 留给他用 那我设计出来的方案 给这种人不是包脚的喂猪吗 以前自己只需要负责设计烟花 现在却需要跟这种人打交道 而且还要舔着脸说好话 每次设计出方案 第一句话永远都是 知道许幻山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顾家决定自己去和万总谈 其实顾家也不想去 但是万总是公司的大客户 万总的订单占公司利润的50% 如果今天就这样放弃了万总 那么下个月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我们能不能 除了钱 你有没有替我的作品不值过 一向好脾气的许幻山 为什么会如此的生气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 虽然许幻山不想再和万总合作 顾家却是决定当面和万总道歉 姐 你打扮得很隆重啊 是去见很重要的客户吗 顾家 你约的我 我却等你好像不太适合吧 不好意思啊万总 你也体谅一下我这人妻人母 孩子还在家等着呢 明明是顾家约的万总 顾家为何却迟到了呢 这个细节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你们猜猜顾家为什么会迟到 万总转动桌子 把茅台转到了顾家的面前 三杯茅台 顾家也不废话 一口气喝掉一杯 没想到万总却说 站着喝多累啊 来 到这来喝 算了 你就是把这一瓶喝了 我也不满意 万总很不高兴 顾家却是开始打感情牌 因为有了万总的订单 烟花公司才能做到如今的地步 顾家非常的感激 为了感谢万总的照顾 顾家愿意让利20% 你能做得了主 我今天来这儿 我就能做主 原话是这样说的 就是饿死 也不再借我的订单了 他那是气话不是真话 您不能听他的 也对啊 这话不能长真好 没想到万总却直接拉住了顾家的手 烟花虽好 哪里比得上美人啊 许焕山真的是有福气啊 我是真的很羡慕他 不而不得 最难将细啊 今儿这事 你知我知 许焕山 我会知道的 这是继续合作的条件 这样的局面 顾家又会如何面对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一个橘子 差点毁了顾家的清白 一口气干了三杯茅台 让利20% 顾家为了留住万总这个大客户 把尊严放在了地上 没想到万总却还不满足 万总抓住了顾家的手 威胁顾家 这件事只有一种解决办法 那就是你陪我一次 顾家本以为自己都30岁了 还有个4岁的孩子 万总肯定不会对自己下手 万万没想到 万总是个嘈贼啊 就是喜欢顾家这样的人妻 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下顾家终于怒了 看来我们家许焕山说的对 我们就是把场子点了 也不要你的订单 顾家冲进洗手间 一遍又一遍地洗手 手被这样的人摸过 顾家自己都觉得恶心 空腹喝了三杯白酒 顾家蹲在路边呕吐不止 顾家心情郁闷地回到家 却得知儿子徐子言 被木子妈妈接走了 其他小朋友都在外面玩 徐子言却被关在了卧室里 整整三个小时 顾家怒气冲冲地 把木子妈妈拉进卧室 直接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的 儿子被人欺负了 自己也被人欺负了 而且还丢了大客户 更糟糕的是 因为丢了大客户 下个月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公司账面上的钱 只购付员工一个月的工资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把刚买的房子抵押给银行 要到底押房子的程度吗 那如果公司出问题了 贷款还不上 银行有权收房 顾家不知道的是 这件事从史之中 都是李可搞的鬼 那天许幻山请万总吃饭 李可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 万总让李可把面前的十杯酒喝了 许幻山非常的生气 让李可先回去 自己一口气把面前的十杯酒都喝了 好一个许幻山 帮女同事挡酒 却不知顾家差点为此丢了清白 而且李可还在挑拨离间 咱们那么好的设计 都是他自己不懂 就知道还价 咱们要是再退步 我都替你觉得委屈 许幻山喝得烂醉地回到家 顾家整理衣服的时候 从口袋里调出来一盒醒酒堂 顾家来到公司一打听 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要知道李可是设计部的员工 本来陪客户这样的事 是轮不到她的 顾家知道 这次不能再心软了 顾家当着李可的面 直接点明了李可的小心思 平时不注重自己的专业能力 反而把心思花在了领导身上 研究领导的喜好 无非就是想利用性别优势 获得更多的偏爱和照顾 升职比同期更快 但唯一不能容忍的 是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李可还想解释 却被顾家直接打断 许幻山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好 我还奇了怪呢 怎么就到了要跟客户动手的程度 受的是谁的鼓舞 辞职信 给你写好了 冲那个橘子的面子 签个字 体体面面走人 许幻山觉得惩罚有点重了 没到开除的地步吧 顾家非常的生气 丢掉万总这个客户 就是因为李可在旁边删封点 而这件事 可能会对公司造成致命的打击 顾家没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诉许幻山 但是顾家心里却是非常的稳趣 毕竟现在我们赌上了全部身家 抵押给银行 我不能再冒任何一点风险了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 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了 虽然公司已经没有钱了 顾家却还是多给了李可两个月的工资 顾家觉得自己已经人之意尽了 八年的风风雨雨 这家烟花公司是顾家的心血 顾家发誓一定要保住烟花公司 为了公司能够正常运转 顾家和许幻山最终还是抵押了房子 房产证都还没侮润 就被银行收了回去 顾家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婆 你别担心 我一定拼命守住这套房子 我一会儿就回公司 召集大家 开个会 拓展一下新的客户 顾家不知道的是 属于他的磨难 才刚刚开始 能让李太太一直稳居C位的 白色鳄鱼皮包包 到底价值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王太太邀请顾家参加太太聚会 顾家选了一个六万的香奈儿包包 聚会的地点是李太太家 李太太家是最早做生意的那批人 在上海拥有一套独栋别墅 手里的生意遍布各行各业 就连资产几十亿的王太太 也非常的羡慕李太太 顾家坐在了王太太的旁边 把香奈儿包包藏在了自己的身后 没想到一旁的刘太太去说 顾家把包拿了出来 却发现大家背的 都是限量款的爱马仕包包 王太太早就把每个人的底细 告诉了顾家 李太太家族实体精进 自诩是old money 还瞧不上我们这些new money 现在年收入有我们家高吗 马太太最牛的就是 把儿子女儿送进了牛津 就开始以文化人资局了 李太太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她的老公和她爸岁数一样 绝对有钱 但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这些太太都比顾家有钱 但是知道底细后的顾家 却有点瞧不上这些傅太太 刘太太还在一旁阴阳怪气 嘲笑王太太是个爆发户 这样说话就没意思了 难道我们这群人凑在一起 是因为志趣相同吗 王太太 能当别吗 哦 是是 对 顾家在一旁看乐了 虚荣又那么的没头脑 真的是太没档子了 没想到马太太却说 于太太家居然有个游乐园 顾家一下子来了兴趣 于太太 你们家有乐园啊 我们国内三大乐园的经营权啊 都在她老公手里转着呢 虽然于太太的老公比她爸年纪多大 但是真的是很有实力啊 刚好烟花公司丢掉了万总这个大客户 急需新客户 顾家厚着脸皮 加了于太太的联系方式 于太太 我不方不方便给您加个微信啊 好呀 扫我 是吧 很快聚会就结束了 到了合影时间 顾家悄悄地把自己的包包藏在了身后 而拿着限量款鳄鱼包包的李太太 则是站在了C位 这款爱马仕喜马拉雅号称包中之王 价值260万 顾家翻看于太太的朋友圈 却发现合影的照片里 自己被裁掉了 大家背的都是爱马仕 只有顾家背的是香奈儿 顾家逛遍了上海的商场 却找不到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包包 顾家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晓晴 看看钟晓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刚好钟晓晴认识王曼妮 于是邀请王曼妮到顾家家里做客 这是王曼妮第一次来到顾家的家里 顾家军岳府价值3000万的房子 让王曼妮非常的羡慕 王曼妮告诉顾家 想买限量款的爱马仕 一般都需要排队几个月 但是王曼妮作为奢侈品店的销售 有自己的关系网 王曼妮决定帮助顾家 王曼妮把自己的额度给了林姐 帮顾家拿到了一个机会 顾家非常的开心 王曼妮的仗义打动了顾家 三人成了好朋友 为了买包 顾家开始凑钱 许幻山无法理解 你都有那么多的名牌包包了 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包 有这个包 我才能存在他们的合影里 听你描绘这场面 拿个包比来比去的圈子 也太无聊了吧 虽然顾家也不想攀比 但是于太太家里 可是有三家游乐园的资格证 随便一家的烟花燃放资质给到顾家 顾家的烟花公司立马就能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这跟包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他们那个圈子无聊的规则 你不懂 我只要想拿到订单 就得用他们喜欢的包包 做敲门砖 这可能是我进入他们合影里 最快速的方法 刚买的房子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现在所有的积蓄 全部都要花在一个包上 许幻山觉得还是有点冒险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机会 这不是一个包那么简单 它是武器 我希望拿它可以敲开那扇门 得 继续给你凑 谢谢 顾家东听西凑 王曼妮也是不负众望 给顾家定制了一个蓝色包包 那么你知道 顾家刷爆信用卡 成功打入傅太太圈的这只包 到底有多贵吗 你知道顾家刷爆信用卡 成功打入傅太太阶层的那只包 有多贵吗 第一次参加太太聚会 顾家背了个价值6万的香奈儿包包 却发现其他人背的都是限量版的爱马仕包包 合影的时候 顾家悄悄地把香奈儿藏在了身后 没想到与太太朋友圈的合照里 顾家直接被裁掉了 顾家一下子就想到了千面影帝梁家辉说的那句话 我们做的都是Benz 都是Rose Royce 你做马兹达 怪不得你塞车 马兹达融不进劳斯莱斯的圈子 香奈儿也融不进爱马仕的圈子 为了能够打入太太圈 拿到游乐园的烟花订单 顾家找王曼妮帮忙 订购了一只爱马仕包包 当顾家跨着新买的包包 再次参加太太聚会的时候 这个新包获得一只的好评 原本顾家只想买一个普皮的爱马仕包包 但是当王曼妮听说顾家买包 是为了当太太圈的入场券 熟知有钱人心里的王曼妮 建议顾家加点钱 买一个限量版的包包 于是顾家花了20万左右买下了这款包 虽然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李太太背的爱马仕喜马拉雅价值280万 顾家的这款蓝色包包仅仅价值20万 但是这款包包非常的稀缺 是王曼妮的前同事从北京调的货 全上海可能就只有这么一个包 大家也都知道了顾家的实力 第二次合影 大家都没有背自己的包包 朋友圈的合影照片里 也终于出现了顾家的身影 20万换一张入场券 顾家觉得非常的值 为了感谢王曼妮的帮助 顾家请王曼妮和钟晓晴吃饭 曼妮 你给我挑的那个包真的太好用了 我上次跟你说的对吧 喜欢买包的人挑款式都有排序的 最想买的肯定是那些限量款 认为今年款的三年五年用它 太没有新鲜感了呀 曼妮你好懂啊 那看来以后我还得经常向你请教 好 你可别嫌我烦啊 没事 很显然 当了八年奢侈品店的贵姐 对于有钱人的心理 王曼妮是摸得透透的 刚好王曼妮完成了一个大订单 公司奖励了王曼妮一次豪华游轮旅行 对于游轮旅行非常熟悉的顾家 建议王曼妮升个仓 到时候可以参加船长晚宴 说不定会遇到真爱 而且顾家把自己珍藏的小裙子 借给了王曼妮 别看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件小裙子 却要差不多两万块钱 互相帮助的两人 因为这件事彻底地成为了好朋友 第三次去参加太太聚会 聚会的地点是在军乐府顶层的王太太家 王太太不断地和大家炫耀 顾家做的蛋糕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 比法国最正宗的甜品都要好吃 顾家做蛋糕特别好吃 绝对之前你们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 是啊 绝对没有尝过法国最正宗的甜品 是做的甜点 下回你去法国啊 我把那地址给你 我怎么可能没有吃过呢 就因为我爱吃甜品 我老公特意安排了甜品学校的私人参观 哇 我们去法国也就是看看画 王太太家 都是私人定制的参观学习 画我也有啊 那内副 你们看得懂吗 傅太太们吃着蛋糕 欣赏着莫奈的睡帘 顾家的心态却是爆炸了 直接怒怼王太太 那么你们知道 顾家的心态为什么会爆炸吗 二十万买了个包 顾家觉得自己混进了太太圈 下一秒心态就炸了 王太太邀请太太们欣赏世界名画 莫奈的睡帘 顾家却一直在厨房做蛋糕 虽然王太太说 顾家做的蛋糕天下第一 顾家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其他人都在享受傅太太的生活 此刻的顾家更像是一个仆人 聚会结束 顾家直言不讳地告诉王太太 自己最大的价值不是做蛋糕 而且你这样讨好他们 一点用都没有 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吗 你不应该选这套桌椅吃下午茶 我那是最高档的 我知道 顾家当然知道 王太太用的餐桌茶具 都是最高档的那种 但在懂行的人眼里 这样的安排就是一个笑话 下午茶是英国王室发明的 the high tea和low tea 区别在于一种是给太太们吃的 另外一种是给佣人吃的 我肯定不是low的那种啊 顾家笑了 真正的贵族 恰恰是在矮桌上享受下午茶 而高桌是留给佣人的 代表着快吃快走的意思 也许你是太太圈里最有钱的 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不是因为他们出身好 会讲两句法语 是他们觉得他们见过些世面 我知道我这种家庭收入的人 不应该混到这个圈子里来 但是你有的 我没有 我有的 却能帮助你站到合影的最中间位置 王太太有钱 顾家有文化 何则天下无敌 两个大客户的丢失 让烟花公司的资金链开始断裂 而且因为拖欠工资的问题 两名从创业就在公司的技术骨干 都选择了离职 烟花公司到了生死存亡之际 顾家暗暗发誓 一定要拿下于太太家的订单 王太太告诉顾家 于太太他们的孩子再上马书客 你也可以报个马书客 这样相处的时间就多了 但是顾家连报名费都拿不出来了 无奈之下 顾家卖掉了自己的珠宝首饰 虽然儿子徐子言一点都不想学骑马 但是顾家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马书客 幸运的是 第一次上马书客 顾家就遇到了于太太 王太太告诉顾家 于太太虽然嫁入了豪门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孩子 一直替老公再养前妻的两个孩子 想来日子也不太好过 顾家一眼就认出 这只手镯 和自己前两天卖掉的那只一模一样 王曼妮告诉顾家 这只手镯是季节限定款 你的那只就是上海唯一的一只 后来也没有再补过货 你说有钱人会去二手店买东西吗 真正有钱的客人 都不会去买二手的东西的 心里有忌讳嘛 好的 谢了 亲爱的 就像王太太说的那样 于太太果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样风光 宝贝 喝点水吧 宝贝 天生我梦见你了 真的 我梦见你被马踢了一脚 宝贝 忘了这么说话的 怎么可以梦到妈妈被马踢了一脚呢 后妈不好当 有钱人家的后妈更不好当 王太太把所有太太的底细 都告诉了顾家 两个孩子都上了牛津的马太太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风光 他们家在孩子小的时候呢 是定居在深圳的 他每天早上 亲自把两个孩子送过关 去香港上学 他为了保住名校学籍 让大儿子上午下午 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学校走读 等到妹妹长大 接踢哥哥学籍 才敢踏实转学的 太拼了吧 是啊 这件事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这些是颠覆了顾家的认知 本以为这些太太的孩子 轻轻松松就可以享受幸福的人生 但是事实上 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 比普通家庭的孩子 更加的拼命 像码数和计算机编程这些课 都是升学时候的加分项 因为马术克 顾家和于太太 有了更多独处的机会 很快机会就来了 顾家一边帮于太太擦药水 一边把于太太的底裤 都扒了下来 镯子都摔坏了 你这镯子是在二手店买的吧 顾家发现了这个秘密 却得罪了整个太太圈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只售价十万的卡迪亚手镯 是顾家淘汰下来的二手货 于太太却在大家面前炫耀 顾家心里暗暗窃喜 抓住于太太的把柄了 于太太被马踢伤了 顾家一边给于太太擦药 一边感慨 镯子都摔坏了 你这镯子是在二手店买的吧 从来当后妈都是最难的 后妈不好当 豪门家的后妈更不好当 于太太非常的委屈 说不能说 打不能打 生怕别人说自己是个恶毒的后妈 风里雨里的她学什么我都陪着 可她就是把我当仇儿一样的 我在家连跟阿姨都不如 因为嫁入豪门 于太太放弃了自己的演戏事业 也没有了收入来源 每天都像个乞丐一样的讨点生活费 为了能维持在太太圈的地位 于太太只能去买二手的奢侈品 你既然没当过妈妈 就不要假装是个妈妈 什么意思啊 顾家告诉于太太 孩子是最敏感的 他们很轻易就能分辨出 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他们 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们亲生母亲的位置 你要是想着取代那个位置 他一定会把你当真假想敌 不如做个朋友试试吧 从顾家第一次到马场 然后一直找自己搭话 于太太就知道顾家是为了自己而来 顾家也是直言不讳 我希望您先生乐园的烟花招标 考虑我们家 那挺敢说的啊 顾家帮于太太出主意 改变了和孩子相处的方式 不再对孩子百依百顺 顾家信心十足 很快就能拿下于太太 但是当天晚上 顾家就做了个噩梦 梦到自己的父亲 心脏病发作晕倒了 顾家连忙给父亲打电话 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顾家连忙拨了坐机号码 这次顾家的父亲接了电话 听到父亲没事 顾家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 顾家买了很多东西去看望父亲 却发现冰箱里都是 烂掉的水果和过期的咸菜 想起昨晚的噩梦 顾家仍是心有余悸 顾家给了父亲三个选择 按摄像头 找保姆 或者搬去跟我一块住 按什么摄像头 把我当节目看 这保姆也不找 那您就搬去跟我一块住吧 我跑到别人家当客人 我别扭 我不是你亲闺女啊 是亲的才不去呢 远相尽臭 老头是个倦老头 顾家给了三个选择 一个都不选 老头子不愿意寄人篱下 也不想让顾家担心 决定搬去养老院 顾家和许幻山陪着父亲 看了很多家养老院 顾家都不满意 嫌弃养老院的伙食太差没营养 我觉得还可以 你说呢幻山 我觉得肯定有更好的吧 这事我不答应 你你你别走 咱俩好商量 按照老头子的意思 随便找个养老院就可以了 至少能吃口热饭 总比在家啃咸菜要强吧 但是很显然 许幻山家庭地位不高啊 在家都是听顾家的 顾家给父亲找了一家贵族养老院 有很多漂亮的老太太 而且每天都有娱乐活动 要求也很简单 您预存两百万 您就有入住资格了 除去这些每个月是两万七 多少钱 两万 一听一个月要两万 老头子立马就不答应了 老头子并不想给顾家增加负担 老头子拿出个秘密武器 许子言的电话手表 外公外公外公我送你一个礼物 这里边是我经味器的 外公你带着他 这样的黄帽用我好好睡觉了 活了六十多年了 从来没给别人添过麻烦 不能领了领了 让我这四岁的外孙子也跟着你们一块为我操心 幸运的是 很快于太太就带来了好消息 你们知道五星级养老院有多贵吗 你们这儿一个月得多少钱啊 我们这儿呢是会员机制的 您预存两百万 您就有入住资格 出去这些每个月是两万七 多少钱 两万 父亲养老需要钱 儿子上学需要钱 公司经营需要钱 顾家现在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幸运的是 于太太给顾家带来了好消息 顾家的办法很管用 于太太和小儿子的关系融洽了很多 家里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于太太很开心 老公说啊 家里边好久没有这么热闹闹的气氛了 他一高兴啊 给我零花钱都涨了 于太太也是头套报理 直接帮顾家说了烟花秀的故事 于先生答应和顾家聊一聊 但是于太太有个小要求 顾家 第二天上午 于先生就约顾家去打高尔夫球 刚一见面 于先生直接就把业务给了许幻山 北京呢 现在有个新的园区 每个周末呢 要搞个周末烟花秀 这活能接吗 能接啊 如果没问题 这活就你的了 于总 就这么简单 只要燃风自治就行吗 搞那么复杂干嘛 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放心吧 我跟你说要不如我提 我们家老爷根本不会过问 许幻山有点不敢相信 这么简单就拿到订单了吗 自从丢了万总的单子 烟花公司差点倒闭 为了拿下游乐园这个订单 许幻山做了很多的准备 没想到对方连设计稿都不看 直接给了这么大的订单 反正咱们家现在已经左下正轨了 儿子上幼儿园了 公司又拿到这么大的单 你是不是应该回公司帮帮我呢 我不想回公司了 为什么呀 没想到顾家直接就拒绝了 顾家想专攻太太圈 比起在外面瞎找订单 太太圈这些人的人脉显然更有用 顾家非常的庆幸 贷款三千万买了军岳府的房子 要不是搬进这栋楼 认识了王太太 估计还在瞎找门路呢 你有这个想法现在才是最危险的 跟那帮人混酒啊 那能不受影响吗 许幻山觉得于先生这些人太虚伪了 上午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于先生居然还作弊了 许幻山担心顾家和这些人相处久了 到时候也变成那样的人 顾家却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清醒得很 人家没把我从合影里裁出来 就证明我混进那个圈了 人家抬手就是十几万的零花钱 我还在替人家想过得好不好 我真的是好好笑 所以就是因为差距大 才不会受影响啊 因为够不着 顾家告诉许幻山 太太圈有个下午茶 其实就是一场信息互换大会 所有的机会和商机都在里面 这是以前我们接触不到的东西 顾家决定好好利用下午茶这个资源 顾家把父亲送到了养老院 那天送你读高中 也这么给你铺床 你转眼 掉过来了 顾家十四岁的时候 很快游乐园的订单就下来了 烟花公司终于起死回生了 终于有钱付拖欠的员工工资了 也能把朋友借的钱还上了 接到这个订单 顾家的功劳最大 许幻山决定奖励顾家 询问顾家想要什么礼物 衣服包包鞋子 这些顾家都想要 但是顾家知道 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等公司稳定下来之后 再去考虑那些 顾家告诉两个好闺蜜 自己想谈一家甜品店 这样太太们的聚会 就可以转移到自己的店里 一切似乎都在越变越好 但是顾家没想到的是 浓眉大眼的许幻山 开始出幺蛾子了 一杯黄瓜汁 这是许幻山的晚餐 三十岁的许幻山 吃惯了大鱼大肉 所以顾家决定 从今天开始 许幻山的晚餐 就是一杯蔬菜汁 为了能让许幻山坚持下去 顾家决定自己也不吃晚餐 以后也只喝蔬菜汁 到了凌晨一点 许幻山饿得睡不着 悄悄地跑到厨房找吃的 可惜找了半天 连屁都没有一个 儿子徐子言被许幻山吵醒 许幻山连忙向儿子求救 儿子 爸爸个 好个 你有没有小零食 给爸爸吃一吃啊 嗯 嗯 就 徐子言是个小吃货 在自己的被子里 藏了很多的小零食 许幻山非常的开心 你可真的是个小天才啊 救了爸爸一命呀 许幻山就没有想过 顾家也一样没吃晚餐 陪着许幻山一起断食 许幻山和好朋友审结抱怨 现在顾家连饭都不给自己吃了 害得自己踢球都没有力气 这女人啊 要是狠起来 星星都能退化成猴子 不想再做人了 啊 审结安慰许幻山 顾家都是为了你的健康 少吃一顿饭也饿不死人 而且你们家的顾家真的是女强人 随随便便就接了这么大一个订单 你们家的烟花公司要起飞了呀 许幻山却不这么认为 接到这么大的订单 许幻山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许幻山想凭自己的设计拿到订单 而不是靠这样的裙带关系 而且顾家现在又想弄什么甜品店 一心地去讨好那些太太 许幻山觉得顾家变了 一点都不纯粹了 现在什么社会了 人情社会 人家顾家忙活这么多 为了什么呀 不就为了你那个家吗 你愿不愿意咱们两个换一换 啊 啊 就在许幻山聊天的时候 球场上突然传来吵闹声 有一伙年轻人 嫌许幻山他们站着场地不踢球 和许幻山的朋友吵了起来 最近的糟糕情绪 让许幻山一下子就怒了 直接推倒了对方 双方人马立刻站成一团 等顾家接到电话赶到拍出所的时候 许幻山正抱头蹲在地上 老婆 现在孩子不想动也 打人装打脸 下手也太寒了 鞋都给我赶没了 蹲下 蹲下 谁让你们说话的 啊 因为是许幻山先动的手 对方不愿意私聊 就想让许幻山进去蹲一蹲 幸好司机小陈比较有办法 知道这些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小陈告诉对方 如果不和解就会留下暗底 可能会影响你们拿到毕业证书 接受和解的话 可以让许幻山给大伙办张卡 以后什么时候想踢球 就可以过来踢球 双方就这样化干戈为玉帛 许幻山甚至邀请对方下次一起踢球 许幻山非常的开心 这次的打架事件 让自己找到了年轻时的激情 顾家却非常的生气 质问许幻山 你忘了明天要去北京出差吗 顶着一个大花脸 你怎么见客户啊 那么多运动方式你不选 偏偏选了个足球 踢球就算了 还和人打起来了 如果不要 老公对不起 顾家清楚地知道 必须要有非常好的人际关系 才能保证烟花公司顺风顺水 所有的一切都在顾家的掌控之中 但是顾家没想到的是 这次北京游乐园的烟花订单 让顾家直接失去了许幻山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林游有 顾家和许幻山的婚姻会出问题吗 许幻山矮矮的胖胖的 第一次见林游有的时候 许幻山甚至是鼻青脸肿的 林游有告诉许幻山 自己非常的喜欢烟花 北京只有这儿的游乐园 才能看到烟花 所以林游有选择到游乐园上班 设计的烟花好看了 等我设计好了 自己看吧 因为兴趣相同 两人聊得非常的愉快 穿着高登鞋陪许幻山逛了一天 林游有的脚都磨破了皮 林游有贴了个创口贴 然后告诉许幻山 这是自己第一次穿高跟鞋 本来想着上单应该穿得成熟一点 没想到第一天就破了皮 许幻山笑了 自己刚工作那会儿 也整天穿着西装 虽然磨破了皮 第二天林游有还是穿着高跟鞋来上班了 许幻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窗口贴 这是儿子许子言最喜欢的窗口贴 上面有个黄色火车头的图案 就在林游有贴创口贴的时候 顾家和许子言发来了视频邀请 许幻山开心地给他们展示着游乐园的风景 看见这一幕的林游有非常的羡慕 到了休息时间 顾家不让许幻山吃晚餐 林游有却给许幻山买了可乐和汉堡 而且为了感谢许幻山的窗口贴 林游有决定给许幻山唱首歌 林游有却给许幻山 拉回了从前 那时候的许幻山 只想着设计烟花 设计出世界上最好看的烟花 另一边的顾家 对此一无所知 正在和两个好闺蜜一起 庆祝钟晓晴三十岁的生日 三个人彻夜狂欢 睡得正香的时候 却接到朋友的电话 沈杰的烟花厂出事了 许幻山急急忙忙地从北京赶了回来 两人一起来到了沈杰家里 烟花厂的生产线发生了爆炸 死了两个工人 沈杰第一时间就被警方带走了 妻子小瑞手足无措 哭得魂都没了 这句话里透露了两个关键信息 你们领悟到了吗 小瑞给了顾家一张卡 把沈杰的父亲托付了许幻山夫妻俩 许幻山心乱如麻 几天前自己和沈杰还在一块踢球 因为自己的烟花公司不景气 沈杰还借了七十万给自己 没想到几天的时间 就变得物是人非了 怎么说炸就炸了 烟花公司就跟烟花一样 看着特别炫烂 只要炸了 也就烟消云散了 很显然 顾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烟花公司一旦出事 立马就会万劫不复 所以顾家放下尊严去讨好太太权 就想着万一以后出事 能有人能帮忙捞自己一把 顾家也是心有余悸 决定立马去厂里检查一下 消除安全隐患 两人来到烟花厂检查 负责人老延在他们面前打包票 一切都是按照安全标准来的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眼尖的顾家 一下子就发现了问题 刚才对方从顾家身边经过 顾家一下子就闻到了烟味 像这样的员工都会给公司带来安全隐患 而且顾家刚才悄悄地问过食堂大姐 这个乐场里加班了五天 老延却没有写进公司表里 烟花厂最忌讳的就是明虎和加班 安全问题五小事 要是真的出事了 后果不堪设想 太大的订单 也没有人命大 既然到了烟花厂 许幻山领着顾家欣赏自己刚设计的烟花 许幻山最爱的蓝色烟花 它一开始是红 接下来是黄 然后是紫 经过四次变色燃花 才达到的这种蓝色 许幻山设计的蓝色烟花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顾家非常的喜欢 但是蓝色的烟花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顾家的烟花公司 其实有很深的隐藏危机 许幻山的好友沈杰 也经营了一家烟花公司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没想到突然就被抓进去采缝刃机了 沈杰的妻子小瑞没有换大房子 反而是在澳洲买了房 烟花公司一出事 小瑞直接带着儿子远走高飞 而许幻山这些年赚的钱 全部换成了军岳府的房子 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一旦烟花公司出事 许幻山只有老底坐穿这一条路 蓝色的烟花很绚烂 让许幻山和顾家如痴如醉 但是蓝色烟花有个致命的缺点 存放非常的危险 越潮湿越容易发生爆炸 审结的是让顾家心有余悸 决定停止蓝色烟花的生产 你看这蓝色多美啊 真有点舍不得 蓝色烟花是许幻山多年的心血 许幻山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 第二天一大早 顾家带着许幻山去爬山 两人看见了难得一遇的云海 顾家连忙拉着许幻山一起许愿 别人的心愿都是做大做强 在创辉煌 顾家的心愿却是家人平平安安 早点攒够资本 然后关掉烟花公司 自己在家带带孩子 许幻山可以专心搞搞艺术 你真的这么担心 比起担心失去公司 更害怕失去你 不收场了 回去让老颜 蓝色烟花气了 彻底清理库存 顾家的甜品店很快就开业了 顾家帮王太太举办了一个瓶水会 打算好好给太太圈上一棵 这杯水都是我从世界各个地方 送了过来的顶级的进口的水 这八种是不同的TDS 跟酸碱度不同的水 TDS是什么 TDS就是水里的溶解物 高TDS的水会更咸 更厚 也更粗糙 因为王太太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经常被太太圈嘲笑 这次顾家帮王太太狠狠地秀了一把 在顾家的心里 王太太帮过自己很多次 这个大腿一定要报警了 至于其他的太太 顾家并没有放在心上 虽然许幻山觉得顾家的做法有点幼稚 顾家却很坚持 太太圈的人脉和资源 自己是不可能放弃的 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 顾家天天变着花样给太太圈准备蛋糕 顾家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回报 于太太告诉顾家 自己幻山再一次地来到了北京 顾家不让许幻山踢球 不让许幻山吃甜食 林友友知道以后 专门带着许幻山去吃网红冰淇淋 许幻山无法理解 为了吃个冰淇淋 排队半个小时值得吗 林友友却告诉许幻山 等待能让食物更加的美味 而且这里都是年轻人 你更容易找到设计灵感 许幻山越来越享受这样的日子 林友友年轻有活力 顾家不让许幻山吃晚餐 林友友却带许幻山喝啤酒吃小龙虾 和林友友在一起 许幻山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 很快北京这边的工作就完成了 许幻山马上就要回上海了 临走之前 林友友送了许幻山一个小礼物 八四光年的钥匙扣 怎么会有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被人崇拜是件很开心的事 许幻山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噩梦马上就要开始了 顾家的噩梦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烟花工厂出事了 沈杰被抓进去了 沈杰的媳妇带着儿子去澳洲避难 临走前把沈杰的父亲托付给了顾家夫妻俩 沈老爷子刚从国外度假回来 顾家到机场去接机 没想到被沈老爷子一顿吐槽 你们家烟花公司做的也挺大的 怎么就开这么一泊车 这车也就三十多万吧 没我儿子那好 沈老爷子开始吐槽而媳妇小瑞 天天就喜欢追求豪车豪宅这些物质的东西 不像自己追求的是精神的享受 这次去了非洲小岛毛里求斯 沈老爷子是赞不绝口 那风景真的是一绝啊 沈老爷子把风景照发到了朋友圈 赢得了一堆老太太的点赞 开心得很 看见沈老爷子那么开心 顾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顾家把沈老爷子带到了养老院 沈老爷子一下子就爆炸了 准是自己那个不争气的儿媳妇怂恿了 这是想把我送养老院了 沈老爷子非常的生气 顾家你日子红红火火了 把你们家老头子送到养老院 现在又想把我送到养老院 沈杰这小兔崽子 肯定是知道自己没脸见我 所以才让你顾家送我到养老院 眼看瞒不住了 顾家只能点点头 承认了这件事 本来顾家想让父亲安慰一下沈老爷子 没想到父亲一下子就说漏嘴了 一刀一刀有点拉肉 还不如机关枪 一缩子给他吐了 沈老爷子受不了刺激 一下子就晕倒了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 等一下就行了 儿子 儿子 你看清楚了 你儿子有这么一脸的褶子吗 给爸赶紧泡上 最好加根火腿肠 这顿咱们就这么凑合了 下顿可不再凑合了 一定是海鲜烧鲎那种 不是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爸泡上啊 一会儿咱家俩还下海游泳呢 啊 我 顾家联盟找来了三个医生 给沈老爷子做了全方面的检查 沈老爷子坚持自己没病 就是委屈了顾家的父亲 莫名其妙地给人当了儿子 而且沈老爷子马上要开始游泳了 前方高能 我要游到对面的岛上去 有鲨鱼 海里有鲨鱼吗 有啊 昨天就调走一个革命老王 我们一定要战胜困难 一定要坚持 风浪太大啊 有点点 我一定坚持到胜利 大家把666打在屏幕上 一看顾家的父亲进去了 沈老爷子也不游泳了 趁着顾家的父亲睡着了 沈老爷子悄悄地起床准备跑路了 他不知道的是 顾家的父亲睁着眼睛打呼噜 防的就是他逃跑 大门在左边 谢谢 再往前走 探照灯就亮了 所有摄像头都对着你了 你就不愁没有观众了 还想脱了衣服再游一次涌吗 我不是什么好人做善事 我就是心疼我闺女 自从顾家的母亲去世 遇到任何事 顾家都是自己默默地扛着 哪有当爹的不心疼闺女的 儿女就是咱们前世的债啊 没本事 咱们就当好那渡人的船 闭眼之前能送到哪儿送到哪儿 有本事 他们自己就是那条大邮轮 那咱们也得当好那上边的救生艇 万一出什么事 咱们就是那个最后把他们送到岸边上的人 我就是破船 第二天一大早 顾家过来接沈老爷子 打算带着沈老爷子去医院看病 没想到父亲却说 沈老爷子的病已经被自己治好了 顾家笑了 您什么时候学会治病的 我怎么不知道呀 沈老爷子很惭愧 自己给顾家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现在自己不打算逃病了 既然沈洁进去了 后续公司的清算和赔偿这些事 就由自己来替儿子完成吧 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完成了好友的主托 顾家很开心 更让顾家开心的是 突然有一个大馅饼 掉到了自己的头上 为什么李太太要用茶厂坑顾家三百万 真正看明白后才知道是顾家活该 比起担心失去公司 更害怕失去你 虽然烟花公司很赚钱 但却有很大的风险 一不小心就会万劫不复 顾家无时无刻不再想着转型 李太太无意中提起 自己在湘西还有一个茶厂 事情太多无心管理 所以想把它卖掉 顾家一下子来了精神 连续从太太圈接到大单子 让顾家的野心逐渐膨胀 顾家连忙上网查看了李太太说的茶厂 虽然效益不是很好 但是资质和产权非常的清晰 顾家非常的满意 顾家连忙找到了李太太 说自己有意接手这个茶厂 但是自己一下子拿不出三百万 能不能分三年付清 自己可以拿出茶厂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来当做利息 没想到李太太直接就拒绝了 三百万只是小钱 这样做太麻烦了 顾家连忙表示 自己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茶厂 你看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我一定尽力 你就是这样拿下王太太和于太太的吗 李太太说刚好今年的慈善拍卖 还没有找到场地 就放在你的甜品店举行吧 顾家连忙答应了下来 慈善拍卖举办得很顺利 顾家热情地帮各位太太端茶送水 李太太也特别感谢顾家提供了场地 主动放宽了转让的条件 可以分三年付清转让款 只要第一笔转让费一百五十万到账 茶厂就是你的了 顾家非常的开心 李太太也被自己拿下了 顾家开心地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幻山 本以为许幻山也会非常开心 没想到许幻山直接就生气了 做茶我们根本就没有经验 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啊 步子卖大了容易扯到蛋 顾家却坚持自己的决定 只要把茶厂做好了 绝对比做烟花有前途 而且比做烟花安全多了 但是现在需要一百五十万 来付第一笔转让费 实在不行就把自己的甜品店转让 尽快把茶厂转让过来 冷静 你现在急需要冷静 顾家 做事没有这么做的 你想没想过儿子 从他出生到现在你待了四年 重心说转移就转移了 这么干脆 一句话呀 别说儿子了 就是我 都接受不了 下午的时候 顾家就因为忙着慈善拍漫会 错过了儿子徐子言的文艺演出 徐子言还为此闹了小脾气 但是顾家突然就有了决定 可以请一个育儿师 这样自己就可以把精力放到茶厂上了 顾家试图说服许幻山 现在好的育儿师真的很厉害 甚至比家长自己带的都要好 这甜品屋 还在太太圈 能不能到此为止了 茶厂的时候我肯定是要去管的 你绕来绕去不还是茶厂的事吗 是茶厂的事啊 反正这个家一直都是听你的 你看着弄吧 想怎么弄怎么弄 说做就做 顾家当着徐幻山的面 就联系好为育儿师 第二天一早 顾家到公司拿钱 没想到财务却说 需要经过徐幻山的同意 眼看马上要付第一笔转让款了 顾家无奈之下 只能把上个月刚接手的甜品店转让了 顾家急急忙忙地和李太太签了茶厂的转让协议 从今天开始茶厂就属于顾家了 顾家兴奋地睡不着 把睡梦中的徐幻山喊醒 只需要半年 茶厂就能收回本钱 我们要发财了 徐幻山却觉得顾家磨争了 那个茶厂你实地考察过了吗 真的那么容易赚钱吗 顾家笑了 那可是李太太啊 太太圈最厉害的人物 手指缝里露一点资源 就足够我们发财了 茶厂到手 顾家开始面试育儿师 对方不仅有驾照 有英语证书育儿证书营养证书 而且只需要一万块钱一个月 顾家非常的满意 没想到徐子言却非常的抵触 徐子言不想要别人接送 只想要顾家接送 从徐子言出生到现在 都是顾家在照顾 徐焕山不接受其他人教育徐子言 说那些事你个当妈的做不了吗 非得找一个外人来做 顾家不乐意了 凭什么女人就要在家带孩子 不能出去打拼 不能有自己的事业呢 你看看你最近都成什么样子了 家里家里搞得天翻地覆 公司那边你逼着财务给你打款 你最近状态有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支持我 徐焕山很生气 顾家更加的生气 你徐焕山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全身心支持你 轮到我做茶厂了 你说过一句鼓励的话吗 自从搬这个新家 你认识那什么王太太 走捷径走习惯了吧 在这个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唯独在养孩子这些事情上不行 你是不是要把儿子 带到澳洲我爸妈那儿 你就能毫无顾忌地 想干嘛就干嘛了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说孩子要放到你父母呢 你说我你要想 徐焕山我不想说 你告诉我你现在干嘛呢 我没有别人想说事实 这么好的老婆是怎么找到的 我很喜欢听别人说的爱情故事 三百万拿下茶厂 顾家决定找个育儿师照顾儿子 自己全身心地去搞茶厂 没想到许焕山却大发雷霆 找什么育儿师 自己老老实实在家带孩子不行吗 两人在阳台大吵一架 吵醒了睡梦中的许子言 为了儿子徐子言 顾家还是做出了让步 大不了自己辛苦一点 边搞茶厂边带儿子 许焕山也意识到自己态度有点不好 主动向顾家赔礼道歉 顾家三十岁的生日马上就到了 许焕山把公司的周转资金打给了顾家 让他把茶厂的转让费一次父亲 当做顾家的第一份生日礼物 很快就到了顾家生日的那天 顾家和许焕山早早地起床 两人一起去接顾家的父亲 去给顾家的母亲扫墓 人家扫墓都穿黑色的衣服 顾家的父亲却穿了件红色的短袖 人家穿黑色的是怕小鬼看见 那红得鲜艳扎眼 你妈一眼就看见了 上车 顾家的母亲最喜欢红色 就连买车都喜欢买红色的 但是红色却没有带给他好运 顾家的母亲查出了肾有问题 为此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顾家的父亲想卖房治病 顾家的母亲却选择了放弃治疗 如果卖了房病又没有治好 你和佳佳 到时候住哪 我们回家好不好 不想治疗 你把我妈还给我 顾家的父亲含泪同意了放弃治疗 为此顾家一直记恨着父亲 如果不是父亲同意签字 母亲不会那么快就离开自己 直到许子言出生 顾家才明白 当初父亲选择放弃治疗 心里得有多难过 而且母亲去世二十年了 父亲一直都没有续险 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看着我爸妈 我才知道爱情这件事 真是遇上方之勇 没错 有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在前头 我不能插了呀 咱俩不得成为许子言的榜样吗 好好收拾一下 照片亮亮的迎接三十岁 许幻山给顾家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 邀请了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 王曼妮把梁正贤带了过来 梁正贤很好奇 顾家这么好的老婆 许幻山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想听一听你们的爱情故事 许幻山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了08年 顾家和钟晓晴作为奥运志愿者 举着排排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许幻山 看着年轻漂亮的顾家 许幻山明白了什么叫一见钟情 许幻山请顾家吃冰棍 请顾家看烟花 许幻山趁机向顾家表白 后天如果奥运圣火 顺利点燃了 咱俩就在一起吧 那要是没点燃呢 那我就实验了 奥运圣火当然点燃了 许幻山也成功地追到了顾家 好女人就应该娶回家 好好的呵护子 呵护是应该的 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许幻山和许子言合奏了一首钢琴曲 从怀孕到现在 顾家当了四年的全职太太 这其中的心酸 每个当宝妈的心里都懂 你还记得奥运圣火成功点燃的那个晚上 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个愿 从今往后 我所有的作品 都送给你 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 许幻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 里面是个大钻戒 结婚的时候没有钱 许幻山连钻戒都没有买 为了感谢顾家这十年的付出 许幻山选择在顾家三十岁生日的时候 弥补这个遗憾 谢谢你十年来 为这个家做的一切的一切 我爱你 这应该是爱情里最好的模样吧 这一天 是顾家最幸福的一天 顾家也许下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愿望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永远在一起 但是很遗憾 好运并没有眷顾顾家 顾家 你电话怎么一直打通吗 我在茶厂对了两天 茶厂有问题 你赶紧过来 一向赏识顾家的王太太 为何不提醒她茶厂有问题呢 原因很现实 三百万买的茶厂 顾家刚付了一百五十万转让费 就发现茶厂有问题 财务说账面有亏损 不是报告上的数字 可能是被人做了手脚 茶厂的有机标也过七半年了 顾家仔细回想起当初的场景 李太太说有个茶厂要转让 其他太太一唱一喝地附和着 就是为了等自己上钩 顾家这才意识到 自己终究还是小看了这些傅太太 顾家抱着一丝侥幸 给李太太打了电话 你接手之前不调研清楚 现在又来找我说什么呀 李太太 我当初是因为相信你啊 我跟你说的也是实话呀 这场的效益不好 我不想做了 是你自己死结巴里找我 让我转给你的 顾家 这场子呢 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 后边的一百五十万转让费 你必须按时打给我 一分也不能少 果然是李太太布置的陷阱 财务给了顾家两个选择 要么咬着牙继续经营 过期的有机标 需要缴纳一大笔罚款 而且投入生产 也需要一大笔钱 加起来的话 至少需要五百万 要么就直接宣布破产倒闭 及时止损 没付清的一百五十万转让费 或许可以通过打官司减免 一路顺风顺水的顾家 没想到却被太太们 狠狠地上了一课 顾家很后悔 当初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没有听许幻山的 先好好调查一下再出手 我当初为什么要签这个字 投资失败很正常 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不起 不怪你 人家要害咱 房不胜房啊 明天就去跟村长说 撤 老公对不起 顾家和许幻山决定关闭茶厂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门口站满了村民 村长恳求顾家再给一个机会 先去看一看茶园 因为土地的原因 这里种不了其他庄稼 只能种茶树 村民都靠茶园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孩子们也会来这里采茶赚学费 村长告诉顾家 茶厂的问题就是产量太低 一切都是依靠传统工艺手工制作 虽然茶厂的工人一年 也就能赚个万把块钱 却是他们全部的收入来源 都指望这份工作养家活命 茶厂如果没了 整个村的人都要挨饿 这一刻顾家犹豫了 顾家坐在门口不断反思 以前的他不可能不来实地考察的 就是因为连续搞定了王太太和于太太 让顾家有点得意忘形了 感觉可以轻轻松松就从太太圈货里 许幻山说的没错 人如果走惯了捷径 总有跌得很的那天 许幻山看出了顾家的打算 很显然顾家想继续经营茶厂 顾家心里明白 现在关闭茶厂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可以把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 但是今天看到那些淳朴的村民 还有那些稚嫩的孩子 顾家没法说服自己立马关场走人 不就是押房子吗 反正咱们家房子之前也押过 再押一次 债多咱不愁 等乐言这单生意稳了 钱到手了 赎回来不是问题 万一失败了呢 没有万一 我老婆干什么都能成 刚好许幻山是做设计的 茶叶的包装许幻山可以重新设计 顾家也给茶叶起了个新名字 公山茶 顾家再一次的来到了太太聚会的会所 王太太看见顾家脸色不对 连忙开口 顾家 为那点钱 没必要办难看啊 看见紧张心虚的太太们 顾家笑了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罐茶叶 拍到了桌子上 这个茶厂 我坐定了 这些天我在茶厂 从头到尾学了一遍 彩茶 水筛 揉碾 干燥 脱毛 压制 别看小小的一片茶叶不起眼 也得经过千锤百炼 要是走歪了一步 那就不是个东西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我们早就想清理门户了 顾家这才意识到 这次的茶厂事件 是所有太太达成的共识 其实从第一次合影的时候 顾家和王太太站在了不起眼的脚 到顾家拿下茶厂后再次合影 顾家和王太太坐到了李太太的左右两边 顾家的出现改变了王太太的地位 也改变了太太圈的格局 李太太感觉地位受到了威胁 所以才布下了这么大一个陷阱 谢谢你啊 李太太 为我这么个不起眼的人 你还费尽心思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我心甘情愿为我的错误买单 人走的每一步都得付出代价 我付我的 各位呢 将来也一定恢复你们自己的 和太太圈彻底地撕破了脸 顾家也不再保留情面 一个个顶着丈夫的姓活着 天天聚在一起炫耀攀比 真的是越光鲜越可悲 我叫顾家 后悔无期 让我尝尝你 嗯 你的一点都不甜 林友友尝了一口许幻山的冰淇淋 许幻山没有拒绝 反而在林友友尝过的地方舔了一口 许幻山矮矮的胖胖的 年纪也比林友友大了十岁 林友友涂她什么 涂她岁数大 还是涂她不洗澡 很显然都不是 林友友曾经说过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烟花 而许幻山恰好是烟花设计师 有一家自己的烟花公司 吃冰淇淋就是林友友的一次试探 许幻山没有拒绝 这让林友友友看见了希望 知道顾家不让许幻山吃晚餐 不让许幻山吃高糖高盐的东西 林友友就偏偏带着许幻山 去吃小龙虾去喝啤酒 而且在送别许幻山的时候 林友友很有心机地选了一个小礼物 八四光年的钥匙扣 你就和八四光年一样 你们都是照亮宇宙的太空奇景 林友友的赞美让许幻山吃了蜜样甜 二十岁的顾家也是这样的崇拜许幻山 但是三十岁的顾家管许幻山就像管儿子一样 尤其是顾家混了太太圈之后 连续凭借关系拿到了大订单 这让许幻山很挫败 许幻山想凭自己的设计拿下订单 而不是所谓的太太圈的关系 两人为此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林友友则是趁机而入 一有空就和许幻山聊天 给许幻山发各种烟花的图片 还会安慰许幻山 饿了就吃别硬扛着 相比于顾家的强势 林友友很显然更加的体贴 许幻山设计的烟花马上就完工了 许幻山带着顾家和许子言来到了北京 把两人安顿在酒店之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游乐园 林友友一脸崇拜地看着许幻山 故意在许幻山面前晃来晃去 主动给许幻山拿盒饭拿饮料 动不动就夸许幻山身材好 夸许幻山有男子汉气概 知道许幻山最喜欢踢足球 林友友悄悄地带着许幻山来到了足球场 许幻山虽然很开心 却还是告诉林友友 自己答应过顾家不再踢球了 受伤了容易影响工作 生病了容易传染儿子 林友友直接把足球抛向了许幻山 许幻山条件反射地来了一脚射门 这一脚彻底地勾起了许幻山的球影 林友友在一旁加油 甚至还陪许幻山踢了起来 这让许幻山一下子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两人一起踢到了11点 等到许幻山回到酒店 顾家和许子言早就入睡 许幻山悄悄地去卫生间洗漱 却发现顾家早就挤好了牙膏 这让许幻山内心有点愧疚 而许子言放在桌子上的话 上面写着挨爸爸 让许幻山一下子就意识到 自己是有老婆有孩子的 许幻山做了一个决定 游乐园的烟花演出很成功 林友友看着满天的烟花很开心 但是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顾家和许子言出现在了游乐园 看见许幻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 林友友心里非常的憋屈 但是林友友很不甘心 因为许幻山在烟花中加入了悠悠两个字 林友友询问许幻山为什么要加这两个字 许幻山给林友友回了信息 感谢这一个月的陪伴 自己马上要回上海了 这次的烟花就当成告别的礼物 许幻山清空了聊天记录 打算当一个好老公 当一个好父亲 但是很显然 林友友不想就这样放弃 而顾家也很快发现了许幻山的异常 许幻山正对着手机傻笑 被顾家抓了个正着 顾家没有声张 许幻山却提高了警惕 直接把和林友友的聊天记录全部删了 等到许幻山睡着 顾家悄悄地查看许幻山的手机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 但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顾家 其中必有蹊跷 顾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位好闺蜜 许幻山最近总是看着手机傻笑 而且看完信息之后就删除了 王曼妮笑了 肯定就是看那些不该看的呀 什么呀 什么不该看的 就那些呀 哪些啊 中小琴也觉得顾家有点太敏感了 许幻山浓眉大眼的 一看就是老实人 肯定是你想太多了 顾家也只能安慰自己 也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但是很快 顾家又发现了不对劲 许幻山的口袋里有张购物小票 上面是两个冰淇淋的清单 而且整整排队了半个多小时 要知道许幻山从来不喜欢吃甜品 更何况是排队那么久去买两个冰淇淋 于是经过一家网红冰淇淋店的时候 顾家故意发出了疑问 什么冰淇淋店需要排队那么久 太甜了 不会喜欢的 你吃过啊 吃过 北京游乐园的人给我买的 许幻山的反应也是一流的 连忙解释说 北京游乐园的工作人员 给自己买过一个 吃了两口就丢了 一点都不好吃 顾家开玩笑地说 在你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小票 还以为你和哪位小姑娘约会去 顾家的话让许幻山菊花一景 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四季小城帮许幻山躲过一劫 没想到顾家的第六感又开始发挥 许幻山的抽屉里 居然有个八四光年的玩偶 看见顾家拿着八四光年 许幻山菊花又是一景 差点把许幻山的CPU给干烧了 许幻山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解释说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给儿子买了很多的玩具 可能是漏到了抽屉里 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你不是帮我找票吗 票都在抽屉里啊 没什么 就是儿子的好朋友安安特别喜欢这个八四光年 要不然咱们送给安安吧 行 反正是给儿子买个玩具 谢谢老公 孙悟空也就发现了白骨精三次 短短的时间内 顾家就发现了许幻山三处破绽 结婚十多年 顾家可太了解许幻山了 浓眉大眼的许幻山 现在说谎都不眨眼了 让许幻山没想到的是 北京游乐园对许幻山的设计非常的满意 特地派了员工回访 而林友友也是其中一员 许幻山请林友友吃饭 想彻底和林友友撇清关系 许幻山强调自己是已婚人士 自己有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儿子 自己的心里只有妻子顾家 许幻山希望林友友能知难而退 但是许幻山低估了林友友的段位 林友友谈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当时许幻山鼻青脸肿的 肯定是和人打架了 林友友觉得许幻山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但是相处下来之后 林友友发现许幻山身上背了个乌龟壳 不敢淋雨 不能生病 不能吃晚饭 这每一层都是你老婆强加给你的 你把你那些那个 本来有趣的小男孩关得死死的 你只是在 你只是在扮演他给你的一个人设而已 过了 请你不要这样说话 许幻山心里清楚 顾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 都是为了这个家变得更好 最美的烟花生产出来 再怎么安全保存 放在那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盒 他只有遇上明火 点燃了 他才能真正绚丽让人看到 蓝色烟花确实是许幻山的软肋 顾家却反对许幻山生产蓝色烟花 林友友的话戳进了许幻山的心颖 许幻山心里有点动摇 理智却让许幻山果断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顾家在家里等了很久很久 许幻山解释说北京游乐园的人过来了 好多好多的人 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喝了很多的酒 我就记着你说晚上不能吃饭 连饭都没敢吃光喝酒了 我说你怎么着急洗澡呢 酒味都没了 很显然 许幻山再一次地撒谎啊 身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酒味 更让许幻山害怕的是 林友友是个疯子 白骨精才骗了唐僧三次 许幻山却骗了顾家四次 但是顾家现在精力全在茶厂 让许幻山在家带儿子 临走之前 顾家千叮鸣万嘱咐 许子言的儿童水饺在冰箱里 不能让他吃大人的速冻饺 而且最近流感贫乏 不要带许子言出门 咱们今天吃儿童水饺好不好 其实是耳朵 因为这里面啊加了菠菜汁 这玩意就变成大地学生了 许子言很伤心 自己已经半个月没有出去玩了 妈妈也不让自己去幼儿园 许幻山突然想起了 林友友说的那些话 不能淋雨 不能生病 不能吃晚餐 这一切都是顾家给自己的枷锁 而且给儿子许子言 也套了一层枷锁 许幻山决定带儿子出去玩 两人在外面玩了一整天 看见顾家还没有回家 许幻山连忙叮嘱儿子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 如果妈妈问你的话 你就说在家玩玩具看动画片 许幻山不仅自己谎话连篇 而且居然教儿子撒谎 但是很不幸的是 第二天一早 顾家发现许子言发高烧了 两人急急忙忙地带许子言去医院 看着儿子难受的样子 许幻山只能老是坦白 昨天带着儿子出去踢球了 所以今天才发高烧 本以为顾家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顾家却说自己早就知道了 昨日许子言的鞋子上都是草活泥 许幻山能主动承认错误 这让顾家非常的开心 小孩子发烧容易反复 许幻山信誓旦旦地表示 晚上自己熬夜看着许子言 保证将功补过 这时候林友友发来信息 许幻山心里一惊 许子言想玩许幻山的手机 却被许幻山直接拒绝了 听爸爸的话不能玩手机 幻山 你要不然就让他玩一会儿吧 他今天收笔来收一天了 许幻山连忙掏出手机 把手机里的邮件全部删除了 然后才给儿子播放动画片 夜里许子言果然又开始发烧 顾家寸步不离地陪着 许幻山却拿着手机直接走开了 你什么时候变了手机不离山了 等到顾家一觉醒来 发现许幻山正陪着许子言画画 许子言画的不是别的 正是那天在游乐园看到的烟花 那是爸爸的烟花 有这个系统 许幻山又是菊花一锦 连忙想好了借口 本来那天想做两个欧的 没想到却失败了 变成了两个忧 顾家笑了 只夸许子言的记忆力好 顾家去养老院看望父亲 却坐在一旁看着儿子的话 静静地发呆 父亲发现了女儿的异常 顾家连忙解释 最近烟花公司太忙了 许幻山忙着公司的事没时间过来 顾家很好奇 母亲去世二十年了 为什么父亲一直没有在找 为什么对母亲那么的专一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因为父亲和母亲的感情 才让顾家特别地相信爱情 没想到父亲却笑了 爱情不值得相信 关键是人 临走之前 父亲告诉顾家 挺直的腰板过日子 你爸爸在养老院里边 还没死着 有什么事 有你爸爸呢 父亲的话让顾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虽然没有抓到什么证据 但是顾家有种预感 许幻山的心并不在自己这边了 顾家的预感很准确 许幻山不再用微信和林友友聊天了 两人改成了用邮件聊天 林友友每天都会给许幻山发自拍 许幻山看完就会删除 许幻山没想到林友友居然找到了公司楼下 而且给她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不对 是大大的惊吓 我辞职了 你不是最喜欢游乐园的工作吗 为什么要辞职 你许那些 我更喜欢你便 20岁的小姑娘竟爱上了40岁的老男人 林友友突然出现在许幻山的公司楼下 而且给了许幻山一个大大的惊吓 我辞职了 辞职了 嗯 你不是最喜欢游乐园的工作吗 你还告诉过我 你最喜欢烟花 为什么要辞职 你许那些 我更喜欢你便 林友友告诉许幻山 自己要留在上海 要和你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林友友的突然表白 让许幻山心乱如麻 许幻山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顾家 反而修改了自己的锁评密码 上次顾家查看手机 让许幻山心有余悸 很快林友友就使出了第二招 苦肉计 林友友发朋友圈装可怜 到上海的第一天钱包就丢了 许幻山连忙发信息询问发生了什么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林友友连忙给许幻山发了一个定位 这样的借口也能信 这年头谁还带钱包啊 林友友友没想到的是 许幻山的确是来了 但是却是来让他回北京的 游乐园的工作好好的 跑到上海来干嘛 赶紧麻溜的回北京去 你们听听 控制不住我自己 多么拙劣的演技 多么虚假的眼泪 看见许幻山沉默了 林友友加大了输出力度 我来之前也做好了准备 你会骂我 会不见我 但是我一想到 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至少多了点期待吧 就别和我走 求你了 林友友的演技 我只能打两分半 但是就是这样的表演 许幻山被感动了 林友友的表演奏效了 许幻山给林友友订了一个大床房 而且许幻山特地选择了现金支付 因为如果刷卡的话 顾家会收到消费短信 林友友刚想邀请许幻山上去做作 许幻山非一样的逃离了现场 此时的许幻山有点心动 却还留有一份良知 顾家回到家 发现许幻山居然比自己提前回家 要知道最近公司很忙 许幻山很少这么早回家 而且不爱洗澡的许幻山 居然破天荒地泡了个澡 许幻山大声宣布 从今天开始 自己不喝蔬菜制了 自己想吃面 看见许幻山情绪有点不对 顾家连忙洗了洗手 下面给许幻山吃 知道许幻山最近压力比较大 顾家安慰许幻山 茶厂慢慢步入了正轨 自己多跑几家酒店 推销推销空山茶 这样也能减轻你的负担 多好的老婆呀 许幻山紧紧地抱住顾家 说了句 老婆辛苦了 说干就干 顾家一家一家酒店的跑 推销自己家的茶叶 但是都被无情地拒绝了 业务员真的是太难了 而许幻山正坐在车上 看着灵友友发的照片傻乐了 许幻山 不瞒你说 没事我就琢磨你跟我家去 咋就这么恩爱呢 我一个哥们 前段时间跟你小姑娘好上了 非得跟媳妇离婚 我怎么劝她的不停 你说她没本事 还那么多花花场子 司机小陈使用了一招纸葬骂怀 却被许幻山轻松地闪避了 而且许幻山特地回了趟家 问顾家要现金 顾家还很纳闷 你不是前天才拿了一万块钱现金吗 许幻山连忙解释 自己要请客户吃饭 那家餐厅只能付现金 许幻山拿了两万块钱现金 却是直接冲向了酒店 给灵友友续了一个星期的房费 看见许幻山再次出现 灵友友心里非常的开心 灵友友再次邀请许幻山上去坐坐 这一次许幻山没有拒绝 灵友友非常期待 而许幻山很显然也知道 如果上去可能会发生什么 许幻山刚走进房间 就发现灵友友的房间喷了很多香水 灵友友一把就抓住了许幻山的双手 然后含情默默地看着许幻山 试图给许幻山来个精神攻击 就在许幻山马上破房的时候 口袋里的电话响了 是顾家的电话 许幻山连忙冲了出去 顾家让许幻山到酒店接自己 而且正是灵友友居住的酒店 许幻山刚下电梯 就看见了坐在大堂里的顾家 许幻山差点就吓尿了 连忙询问服务员 酒店有没有后门之类的 看见许幻山鬼鬼祟祟的 服务员没好气地回答 后门了 不好意思 许幻山的CPU都快烧了 也没有想出好办法 只能掏出手机假装打电话 然后交了闪现 幸好顾家正在玩手机 没有看见许幻山 刚到门口的许幻山 就接到了顾家的电话 顾家还很好奇 许幻山为什么打车过来 许幻山解释说小陈去接客户了 许幻山躲过一劫 但是很快顾家又发现了不对劲 许幻山身上居然有浓浓的香水味 顾家的第六感太灵了 许幻山不敢再去找林幻幻 只能每天打电话去酒店前台 询问林幻幻有没有退房 希望林幻幻能够知难而退 没想到七天过去 林幻幻还是没有回北京 而且林幻幻给许幻山留言 自己在酒吧住场 我出现的方向 请领抹所有无光 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除了更傻的自己 没有什么失去 除了被拥有的你 这故事集中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欢喜 看着你 就已经 是世界最美好的事情 看见许幻山出现 林幻幻非常的激动 林幻幻告诉许幻山 如果过了今天你没有出现 明天我就回北京了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你果然还是出现了 没想到许幻山听完一点都不感动 反而非常的生气 我有个爱我的老婆 和一个可爱的儿子 我都非常珍惜 我也不想伤害你 所以这一次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这酒店 还有那个酒吧 我都不回去了 我也不会再联系 林幻幻没想到自己等了七天 就等来这个结果 林幻幻决定使用大招 许幻山威 顾佳威 为什么一双袜子 就暴露出许幻山和顾佳的婚姻危机 许幻山平时喜欢穿短袜 但是顾佳却让许幻山去换双长袜子 因为今天穿的是西装 西装的标配是长袜子和皮鞋 家里所有的一切都要听顾佳的 不能吃晚餐 不能踢足球 而且许幻山但凡有一点异常 立刻就能被顾佳拆穿 所以哪怕林幻幻三次邀请许幻山上去做作 许幻山最终都拒绝了 许幻山直接找到林幻幻摊牌 我有贤惠的妻子 我有可爱的儿子 我不会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想伤害你 所以这一次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去酒店 还有那个酒吧 我跟我一起 我也不会再联系你 林幻幻没想到 自己等了七天 就等来了这样的答案 这显然不是林幻幻想要的结果 林幻幻伤心地去酒吧买醉 喝醉的林幻幻躺在了公园的椅子上 结果差点被陌生男人给捡走 多不安全哪这儿啊 没事啊 哥带你回家啊 没事 带 许幻山把烂醉的林幻幻送回了酒店 没想到林幻幻一下子就清醒了 直接抱住了许幻山 林幻幻装醉这招真的是厉害 这一次 许幻山没有守住底线 彻底地沦陷了 第二天一早 许幻山做贼心虚地回到家 没想到顾家听到声响就出来了 许幻山谎称自己是和同事喝酒 昨晚喝多了就住在酒店照顾对方了 但是顾家一下子就闻到 许幻山身上根本就没有酒味 许幻山又一次地欺骗了自己 去公司上班之前 许幻山再次地回到了酒店 主动提出给林幻幻租一套公寓 这个细节就很有趣了 住酒店一个星期花了许幻山两万现金 许幻山又不敢刷卡 又不敢天天找顾家拿现金 所以提出给林幻幻租一间公寓 许幻山的理由是 住酒店不能做饭 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 等许幻山再次回到家的时候 正在装儿子的学习桌 许幻山有点心虚地想上前帮忙 没想到顾家却说 家里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 净手大话 真是啊 咱们家一样样都离不回你 因为做了对不起顾家的事 许幻山有点愧疚 查查你想怎么做又怎么做 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又怎么花 我都支持你 我支持你 就在两天前 只因顾家花了二十万做广告 结果却没有效果 许幻山曾明确地表示 查查 别搞了 从你接手到现在 公司添了多少钱 你不是不知道 顾家 你接受你也有干不成的事 我也不想花家里的钱 我就是想把这件事做成 扯远了吧 你放心吧 无论这件事成与不成 我都不会再花公司一分钱了 一边是顾家和许子言 一边是林友友 许幻山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 但是林友友的滋味 让许幻山回味无穷 许幻山在公司附近 给林友友租了一套带厨房的房子 然后专心地给林友友装起柜子来 相比于顾家的事实靠自己 林友友这样的彩虹铁 对许幻山的杀伤力太大了 许幻山从来就没有被顾家肯定过 但是许幻山低估了林友友的可怕 因为蓝色烟花的不稳定性 顾家千叮零万嘱咐 一定要全部销缓 没想到林友友得知这件事之后 悄悄来到了机场 恳求许幻山带自己去烟花场看看 林友友非常的开心 自己从来没有看过这个颜色的烟花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做出过蓝色烟花 这是一种最新提炼出来的染色灵 对存放的干湿度要求极高 毅然无欲损 顾家说它危险不能量产 我这次过来就要把它全部销缓 一听到是顾家让销毁了 林友友立马就起了歪心思 来了朝一退为敬 如果这么危险的话 那她说的是对 幸亏这次我来了 因为我今未看到这些不意不二的烟花 都已经引到我心里了 再忘不掉了 许幻山本来就舍不得销毁蓝色烟花 林友友的话让许幻山觉得自己找到了知己 许幻山做了一个决定 许幻山不知道的是 因为这个决定 让自己老底坐穿 越漂亮的越危险 独一无二的蓝色烟花 好看却很危险 顾家叮嘱许幻山一定要销毁 林友友却怂恿许幻山继续生产 那么好看的烟花不应该就这样消失 许幻山本就舍不得销毁蓝色烟花 林友友的话让许幻山下定决心 继续生产 蓝色烟花继续生产 不说销毁之后就不再生产了吗 烟花是我设计的 听我的 那顾家 我说了算 为此许幻山甚至又和顾家撒了谎 看到了吗 全部销毁了 因为茶园的茶树全部遭遇了霜动 顾家的心思全部放在了茶厂里 为了渡过这次难关 顾家第一次开口向父亲借钱 父亲二话不说就借了顾家15万 顾家买了抗霜害的药 对方让顾家扫码付款 顾家突然就想到了好办法 给每一棵茶树都编上号 然后在茶叶罐上印上二维码 只要买了茶叶的人扫码 就可以任养一棵茶树 等到了新品上市的时候 给大家免费品尝 这样既能快速地回笼资金 也能带动茶叶的销量 顾家解决完茶厂的问题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许幻山 蓝色烟花真的已经全部销毁了吗 因为顾家突然想起了不对劲的地方 平常都是直接销毁烟花 为什么这次选择了燃放销毁 那些蓝色的烟花 你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最后还是全部销毁了 全部销毁了就好 而且保姆阿姨告诉顾家 许幻山每天都是忙到晚上十点才回来 许子言每天都是和自己一起休息的 顾家的第六感告诉顾家 许幻山又又又撒谎了 刚好顾家约了人谈茶厂的事 所以和许幻山一起去了公司 到了公司 顾家接到了严厂长的电话 顾家随口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以前的过期烟花都是集中焚烧的 这次为什么选择了燃放销毁 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 这样一生不想焚烧的话 太可惜了呀 嗯 也是 那那些蓝色的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没事 都放完了 你们猜猜 为什么严厂长会帮着许幻山撒谎呢 顾家让司机小陈送自己一趟 没想到小陈告诉顾家 车上的行车记录仪以前是中文的 现在却全部变成了英文 顾家随手把行车记录仪放进了包里 许幻山却是知道 这下大事不妙了 许幻山再次来到出租房 笑了 你看 我给你新买的睡衣 好不好 好看 林友友给许幻山买了一件绿色的睡衣 让许幻山以后每天来这边睡 没想到许幻山却告诉林友友 以后每天八点之前必须回家 顾家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许幻山前脚刚到楼下 顾家的车就到了 许幻山选择了爬楼梯来避开顾家 其实顾家早就看到了许幻山的身影 顾家特地在外面多待了五分钟 结果刚回到家 就看见许幻山背着许子言在地上爬来爬去 好一个许幻山 居然想到用这样的办法 演示了自己爬楼梯的气喘吁吁 林友友如往常一样做好了大餐 开心地等待许幻山的到来 没想到许幻山却告诉他 自己这几天都不会过来了 顾家和小陈聊起了行车记录仪的事情 许幻山听到了 手都开始颤抖起来 你知道你车上那个行车记录仪 被调成循环覆盖模式了吗 只有48小时的记录 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不让你生产蓝色烟花 你一直都在生我的气对吗 许幻山松了一口气 原来顾家怀疑的是这件事 许幻山连忙保证 蓝色烟花真的全部销毁了 顾家也松了一口气 蓝色烟花真的很危险 希望许幻山不要嫌自己管太多 因为最近茶厂太忙 很久没有陪许幻山和许子言了 顾家提出了一家三口出去玩一玩 第二天一早 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地准备出门旅游 因为许幻山很多天没找自己 林友友来到了许幻山家楼下 恰好看见了这其乐融融的一幕 林友友顿时心太炸 林友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你出现的方向是我所有的慕望 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 除了更傻的自己 除了没有的你 林友友疯了 许幻山也疯了 林友友送了许幻山一件绿色睡衣 想让许幻山每天多陪陪自己 没想到许幻山却连续十天没有出现 反而准备带着顾家和许子言出去旅游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 一下子就让林友友心态爆炸 林友友做了个疯狂的决定 许幻山没想到 林友友这个疯女人 居然直接找到了家里 林友友一脸得意 许幻山却是一脸凝重 许幻山立刻转身去找林友友 林友友的疯狂举动 许幻山终于慌了 一定要解决掉林友友这个麻烦 许幻山怒气冲冲的去了出租房 一进门就开始收拾行李 机票已经买好了 林友友必须要回北京 许幻山强行把林友友送到了机场 我在上海就回北京了 只要我们不要再联系 彼此很快就会忘记 我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我离不了婚 我对你 对顾家对孩子 我十分愧疚 你不要再逼我了 离开 许幻山刚把林友友送走 就收到了顾家的电话 顾家在许幻山的办公室 发现了蓝色烟花的合同 许幻山一回来 顾家立马质问许幻山 顾家把合同直接拍在了许幻山的手上 这些订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幻山笑了 自己千叮咛万嘱咐 这件事绝对安全 顾家一下子就怒了 绝对安全 我们这个行业有绝对安全的事吗 沈杰出事你看见了没有 安全是稳定是第一位的 我不管利润多少 你为什么私自做这个 绝对不跟我商量一下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生产 这么危险的蓝色烟花 这一下许幻山也怒了 蓝色烟花是我的心血 我也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我连生产什么都决定不了了 按照你说的 蓝色的烟花会炸 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 什么颜色 你告诉我 我会炸 你永远在扫我的心 永远在往我头上泼冷水 你懂不懂得欣赏 什么叫做艺术 艺术品 懂不懂 懂 你当然不懂啊 我就是要做出别人 做出我的东西 我不然怎么弥补你茶叶的漏洞啊 这一次许幻山决定硬钢到底 蓝色烟花是自己的梦想 是自己十多年来的心血 我拼了命了 我这辈子我也要实现它 蓝色烟花 这是我送给你最好的作品 不要你这样的作品 只想你别出事 我不想要这个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政策线停不下来 合同也已经签了 违约是要双倍赔偿的 我赔不起 坐车回家的路上 许幻山还在愤愤不平 什么事情都要听顾家的 男人在家该应的时候 就要硬一点 这次除非顾家主动道歉 不然绝对不原谅他 我对牛弹琴牛 还得闷一声吧 说了半天你一声不吭啊 哥 你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硬 闭嘴吧 你还是别说话了 许幻山气炸了 全世界都在和自己作对 许幻山心情郁闷地回到家 却听到了噩梦般的声音 许先生下班了 许幻山一把将林悠悠拽进了楼道 质问林悠悠 你是疯了吗 为什么不走 我们是没有结果的 没想到林悠悠也是个狠人 二话不说就脱了外套 解开了衬衣的扣子 林悠悠解开了一口 露出了自己的新纹身 一朵蓝色的烟花 许幻山愣在了原地 因为麦克阿瑟曾经说过 如果有女人愿意喂你纹身 说明她是真的爱你 就这样 许幻山没有把林悠悠送回北京 林悠悠却借着给顾家送快递的机会 直接进到了许幻山的家里 然后趁机加了顾家的联系方式 顾家的朋友圈不是旅游就是美食 这让林悠悠非常的激怒 她要亲手毁了这一切 等到许幻山回到家 得知林悠悠来过家里 而且加了顾家的联系方式 许幻山顿时就慌了 我给你拿进去 许幻山生怕林悠悠在里面埋了炸弹 联盟拿走了快递 顾家却猛逼了 自己最近没买过东西啊 怎么好端端的寄到家里了 许幻山联盟解释 可能是商家不小心多发了 不用大惊小怪的 许幻山联盟错开了话题 你说清洗中央公调是什么意思 那是乌夜弄的 不用咱们管 小林加了我微信 如果轮到咱们家 她会提前告诉我的 小林加你微信了 她干嘛要加你微信 那为了方便联系客户呗 这下受惊的变成了许幻山 许幻山主动和顾家道歉 自己那天态度不好 你都是为了我 为了这个家 我不该让老颜给我打掩护 但是这次的订单已经签了合同 改不了了 等这一单完成 我一定不生产蓝色烟花了 我生气的不是因为这个 是你骗我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真的没有啊 请你相信我 我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再也不会骗你了 就像司机小陈说的 许幻山没有那么你 许幻山主动承认了错误 顾家再一次地原谅了他 信了他的鬼话 第二天一大早 许幻山再次怒气冲冲地把林友友拉进了楼道 还没等许幻山发火 林友友就展现了奥斯卡影后的实力 每天晚上在酒店 自己都搞不定 更让许幻山没想到的是 林友友加了顾家的微信 看见顾家带着儿子在儿童乐园玩 林友友决定去给顾家上点眼药 林友友直奥儿童乐园 假装和顾家偶遇 直接坐在了顾家的旁边 姐姐好 嘴这么甜 那姐送你个礼物好吧 小孩你不用送她礼物 是 哇 巴斯光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真的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动画片 林友友送了许子言一个巴斯光年 而且林友友还主动地陪许子言进去玩海洋球 顾家觉得林友友这孩子真的很不错 回到家后的顾家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当初许幻山的抽屉里 有个一模一样的巴斯光年 第二天一早 林友友再次地来到了许幻山的家里 而且手上还贴了许幻山送的窗口贴 这是许子言最喜欢的窗口贴 要知道这个窗口贴是顾家在日本买的 国内根本就没有这个窗口贴 这个牌子窗口贴最好了 防水 牢固 透气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 那我们先走了 许太太 林友友三番五次的挑衅 顾家心里想到了一种可能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是否正确 顾家带着两个闺蜜 悄悄地跟在了林友友的后面 跟到了林友友住宿的公寓 果然 一个小时之后 许幻山的车缓缓开了过来 许幻山也走进了这个公寓 这下顾家的天都塌了 二十岁的小姑娘竟爱上四十岁的老男人 一夜缠眠过后 老男人提出了分手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王曼妮拍到 王曼妮把这件事告诉了钟晓晴 商量着这件事要不要告诉顾家 又该怎么告诉顾家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许幻山自己却抱围了 许幻山曾经在顾家面前发誓 只有蓝色烟花这件事欺骗了顾家 顾家心软原谅了他 但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曾经说过 不要对女人撒谎 每个女人都是福尔摩斯 因为烟花厂的包装纸不够 生产线都停在了那里 许幻山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 颜厂长来到了烟花公司 顾家连夜帮忙解决了这件事 颜厂长感到很愧疚 许幻山让继续生产蓝色烟花这件事 当初自己撒谎骗了顾家 顾家笑着说这件事自己已经知道了 许幻山已经全部都坦白了 顾家让助理悠悠送颜厂长回去 颜厂长看到悠悠十分的诧异 因为上次许幻山带的悠悠 她不是这个悠悠 顾家的第六感告诉顾家 这件事肯定不简单 回到家后顾家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询问许幻山 你是带悠悠去过湖南的工厂吗 许幻山连忙解释 上次一起去的是个女客户 人家也叫悠悠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 我只想要你一个答案 今后也不会再问了 是谁 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 是我自己 没有人影响我 许幻山最终还是撒谎啊 顾家留下了伤心的眼泪 许幻山不想告诉顾家答案 林悠悠却主动地出现在顾家的面前 嚣张地贴上了许幻山送的窗壳贴 我叫林悠悠 今天第一天上班 你是悠悠 我就是那个一直跟你联系的悠悠 顾家掏出手机 打开了林悠悠的朋友圈 我那天啊 本来想在天空宫做两个欧 结果呢 失败了 顾家不敢相信这一切 王曼妮和钟晓晴来找顾家 刚好遇到了林悠悠 钟晓晴急的就要上去理论 却被王曼妮一把拉住 先去找顾家要紧 两人刚想开口说话 顾家却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三人跟着下班后的林悠悠 来到了林悠悠住的公寓 一个小时之后 许幻山也开车出现 走进了这家公寓 三人刚想冲上去理论 顾家却是心口一通 顾家走啊 顾姑你怎么了 不去了 就到这儿吧 为什么呀 我们在这儿陪着你呢 你不用怕 没法面对 门打开他们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样子 送我回家吧 两人把顾家送回了军岳府 顾家让保姆阿姨 先带着许子言 去钟晓晴家住两天 我真的要妈妈 我真的要妈妈 我真的要想要妈妈 我真的要想要妈妈 妈妈 听话啊 听话 许子言走了 钟晓晴走了 王曼妮走了 就连保姆阿姨都走了 现在是时候找许幻山摊牌了 顾家给许幻山发了一个信息 正在零游有奈的许幻山 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你从哪儿回来的 我从公司回来的呀 我都亲眼看见了 他住那儿 你怎么上的楼 我错了 老婆 你相信我 我 许幻山 许幻山连忙解释 这次是去和林友友提分手的 我给他买了机票 让他回北京 是林友友死缠烂打 不可回去的 顾家笑了 原来是从北京带到上海的 而且居然还是因为自己 接了北京的烟花病单 那他来上海 是你给租的房 不下物业的工作 也是你帮忙安排的 不是我安排的 真没有 我没有 一而再 再而三地撒谎 顾家已经不再信任许幻山 顾家质问许幻山 你有没有想过儿子 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想过这个家 我问你 这次是怎么开始的 你是喝酒了吗 许幻山沉默了 顾家给许幻山找了个借口 没想到许幻山反而沉默了 许幻山 许幻山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自从林悠悠回到上海之后 许幻山整宿整宿的失眠 说出来你都不太相信 我如实重负 我终于不用再骗你了 我也真的骗不下去了 你看对面那栋楼里 那一家三口 正在吃晚餐呢 原本许幻山也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漂亮的老婆 可爱的儿子 现在一切都要被毁了 许幻山非常非常地后悔 以前许幻山遇到任何问题 都是顾家帮忙解决 可笑的是现在这种事情 许幻山居然也要顾家帮忙解决 顾家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家 因为担心顾家出事 王满妮一直守在了楼下 在顾家最脆弱的时候 给了顾家一个温暖的拥抱 王满妮把顾家带回了住处 给顾家拿了很多的酒 希望顾家能把心中的委屈宣泄出来 我们离婚吧 许幻山满心欢喜等到了顾家 没想到顾家开口就是离婚 许幻山的背叛让顾家差点崩溃 幸好还有好闺蜜在一旁安慰 顾家知道事情已经发生 就要勇敢去面对 我们离婚吧 儿子的抚养权可能归我 燕花公司归你 茶厂是我的 这套房子卖了以后作为分割 至于你父母那边 你自己去跟他们解释 许幻山恳求顾家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 再原谅自己一次 但是这件事触碰了顾家的底线 顾家心意已决 这下许幻山终于怒了 为什么总是这么咄咄逼人 从恋爱到结婚到创业 我们两个之间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决定 每一步不都是你做的决定吗 在许幻山看来 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 顾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己只想当一个 小小的烟花设计师 是顾家想要住豪宅开豪车 所以才创办了烟花公司 你心里的蓝色烟花 是这座楼的顶层 我只想做最美的烟花 难道我没有妥协 我没有牺牲吗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许幻山也是豁出去了 大到公司发展 孩子的教育 小到我晚上要不要吃晚饭 我穿什么袜子 不都是你做决定吗 我在你面前像不像个男人 我不是 与子言是你的小儿子 我是你的大儿子 对不对 顾家没想到 自己为了这个家 奉献了自己的全部 没想到在许幻山眼里 自己却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顾家笑了 所以这一次 即使没有林友友 自己和许幻山的这段婚姻 恐怕也已经到了尽头了 那我们离婚吧 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都算是一种解脱 你走吧 想去哪就去哪 我不想在这个家下看见你 许幻山失魂落魄地推着行李箱 离开了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 林友友早就在楼下等她 没想到许幻山开口就是 我不会离婚的 这显然不是林友友想要的结果 林友友拼命地拉着许幻山 不想让许幻山离开 许幻山却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见许幻山如此绝情 林友友想了一个狠毒的计划 顾家去接许子言放学 许子言却告诉她 今天林友友来幼儿园了 送给了她两本书 还给她讲了好几个故事 好一个林友友 许幻山不肯接受她 她竟想着从许子言下手 而许子言恰好是顾家的逆龄 顾家非常非常的生气 直接找到了幼儿园的老师 把儿子送回家后 顾家带着林友友送的两本书 直接找到了林友友 顾家直接把书拍在了桌子上 本来看你一眼都觉得脏 但是你今天动我儿子了 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你给我儿子看这些是什么意思 想告诉他爸爸妈妈会离婚吗 我儿子要是有任何心理上的问题 你是低估了一个母亲能做到什么份上 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 倒是没孩子 试试 你听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要再感动我儿子一下 你试试 许幻山开心地回到家 还以为顾家原谅了自己 没想到顾家开口就是警告 第一 这事没法原谅 我也不会原谅你 第二 这件事必须马上解决 他可以破坏我的婚姻 但不能伤害我儿子 我要让他离开这座城市 第三 解决完这件事 我们俩就去办离婚 顾家带着许幻山 直接找到了林友友 许幻山直接开口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恳求林友友放过自己 他到底拿什么威胁你了 是你说爱我的呀 林友友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爱顾家 我不会离开他的 许幻山 你能跟我说句真心话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走吧 但是林友友根本就不想放弃 林友友质问顾家 你了解许幻山吗 你真的爱许幻山吗 除了烟花 许幻山最大的爱好是吃 可是你呢 你连晚饭都不让他吃 他喜欢踢球 可是你问问他 他有多久没有去过足球场 你看看吧 这所有照片都是我们的晚餐照 林友友你够了 这有多少张照片 就是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 为了许幻山的健康 顾家不让许幻山吃晚餐 没想到许幻山却天天陪着林友友大鱼大肉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男人有脂肪肝 他才三十多岁就有中度脂肪肝 我不让他吃晚餐 我也陪着 他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我就有多少天没吃过晚餐 你给我看这个什么意思 要跟我算账是吧 那我们来算一算 你们俩吃过多少次晚餐 酒店的钱 你的房租 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 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 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 我忘了 刚毕业没钱是吧 我请你了 眼看着火药味越来越浓 许幻山连忙站了出来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以后自己再也不会联系林友友了 没想到林友友却笑傲 林友友出了个终极杀招 直接让顾家崩溃了 只因不让踢足球 严子忧召唤了大龙 许幻山则是召唤了林友友 但是顾家也不是好惹的 打得林友友毫无还手之力 没想到林友友直接使出了大招 身上的蓝色烟花 许幻山曾经对着顾家发誓 将会为顾家设计一款 独一无二的烟花 只属于顾家一个人的烟花 那就是蓝色烟花 现在林友友把蓝色烟花 闻在了身上 顾家无法接受这一切 既然我以为许幻山 想的没一场原话 不是为我为这个家 你真可笑 你别喝了 顾家 我喝就得吃一样 我喝就得吃一样 那个永远都勇敢坚强的顾家 此刻却是如此的脆弱 第二天一大早 顾家在许子言的呼唤中醒来 没想到许子言却是语出惊言 多么懂事的孩子 许幻山啊许幻山 你可真的是条狗啊 如果离婚 许子言就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 顾家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于是到养老院询问父亲 老爷子非常的生气 刚想垂死许幻山 许幻山却直接跪了下来 谁给你胆子 欺负我女儿 离婚 没什么可说的 爸 婚我不能离 可是还有子言呢 他还那么小 你甭跟我提子言 那是我孙子 以后我带他 就当他爸爸死了 顾家十几岁 就没了妈妈 子言还那么小 如果我们这个家散了 那他怎么办 爸 您得给我一次机会吗 老爷子不想孙子 在单亲家庭长大 于是约见了林永永 老爷子以过来人的身份 哭口婆心地劝导林永永 许幻山肯定是不会离婚的 你越是纠缠他 他就越是讨厌你 我觉得人呢 应该知道知难而退 我退不了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遇到更爱的人 这话说出来别人不信 我信 家家的妈妈呢 已经走了快二十年了 我现在还是一个人 我还在等你 我等什么呢 我等着有一天 我闭了眼睛 我跟她埋在一个坑里 老爷子给林永永 讲了自己的爱情故事 从相知到相爱 如今的林永永 也才二十多岁的年纪 肯定会拥有甜蜜的恋爱 拥有属于自己的婚姻 姑娘 人生的路还长着呢 别在刚起步的时候 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别人的生活 毕竟是别人的生活 别人的家庭 毕竟是别人的家庭 抢来的 不一定有自己想的那么好 别在没有见到大海之前 就让自己淹在一个小水坑里 你说呢 老爷子离开之后 林永永愣愣地坐在原地 看着远处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模样 林永永非常的羡慕 林永永给许幻山发了信息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勇敢一点 总能把你留在我的夜空里 所以我能体谅你的难处和退缩 如果我的离开是对你的成全 我会再另一个城市 默默地祝福你 我也有最后一个要求 你来送送我吧 我全部的勇气 都在飞抵这座城市的时候用光了 离开 我也想再见你一遍 林永永满心期待地 等着许幻山的到来 没想到许幻山没来 来的却是顾家 许幻山不敢来 把这件事告诉了顾家 都是女人 谁又看不懂的 你虽然拖着行李 压根没买机票吧 是 我把这次当成我最后一次车车 机票我帮你买好了 拿着吧 林永永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 全部被顾家给看透了 临走之前 顾家送给林永永一段话 一个人活在世上 18岁之前靠父母养育 18岁之后靠自己陌生 一日三餐五股杂粮 医药壁体无能遮余 直到组建一个家庭 养育后代 往复学化 这些事情 都比你身上那朵蓝色烟花 要有重量很多 我这个年纪可以不好的 这些 那等到你再遇到一个可以肌肤相亲的人 他问起你纹身背后的故事 你该怎么回答 没想到林永永还不死心 林永永又想展示奥斯卡影后的演技 却被顾家无情打断 我第一次见到许幻山 你第一次见许幻山 他就给了你的穿可贴 你觉得这个男人好温吗 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把穿可贴 带在身上吗 是因为许子言从小就小磕小碰 我反复叮嘱他的 你觉得蓝色烟花很绚烂 很浪漫 那是十年前我们共同找到的人生方向 你爱上的是这个男人 还是这个男人身上 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痕迹 你的航班是一个小时之后登机的 如果你想通了 就可以去安家 后悔无期 顾家留下一句后悔无期 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还没走出机场 就收到了林永永的信息 后悔无期 顾家终于赶走了林永永 那么顾家和许幻山的婚姻 又将会是什么结局呢 许幻山到底给林永永花了多少钱 为什么说道贴的林永永很廉价 你们知道吗 林永永和许幻山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是北京游乐园里 中午的时候 林永永请许幻山吃了可乐汉堡 是林永永掏钱请客 许幻山第二次去北京的时候 林永永带着许幻山去吃网红冰淇淋 这次是许幻山主动抢着买单 两个冰淇淋 花的钱还不到一百块钱 因为许幻山得了脂肪肝 顾家不让许幻山吃晚餐 所以每次都只有林永永一个人吃晚餐 许幻山则是在旁边看着 既然许幻山都没吃 估计许幻山也不会主动付钱 再后来就是林永永追到了上海 笛花带雨的恳求许幻山让自己留在上海 许幻山心软之下 给林永永开了两天的宾馆 这里也有一个细节 许幻山是用现金支付的房费 因为许幻山刷卡的话 顾家可以收到消费短信 两晚的房费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两天之后林永永还没走 但是许幻山不敢刷卡 也没有了现金 所以许幻山借口请客户吃饭 从顾家那拿到了一万块钱的现金 然后帮林永永续了一个星期的房费 和林永永在一起之后 为了节省宾馆的房费 许幻山借口说吃外卖不健康 给林永永租了一间小公寓 房租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一个月 然后林永永没有待满一个月就被赶走了 期间许幻山也没送过任何的礼物 我们再来看看许幻山给顾家的礼物 抽空了烟花公司的现金 买了3000万的豪宅 然后刷爆了所有的信用卡 帮顾家买了个20万的蓝色包包 再后来是顾家的30岁生日 许幻山给顾家准备了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 然后买了一个鸡蛋大小的钻截 跪在地上帮顾家带了上去 给顾家燃放了一场百万烟花秀 之后许幻山主动帮顾家付清了茶厂的150万转让费 对比许幻山给顾家的礼物 林永永就显得特别的廉价 许幻山根本没有送过任何礼物给林永永 和林永永想象的不一样 许幻山虽然是烟花公司的老总 但是每一笔支出都需要和顾家报备 口袋里根本掏不出几块钱 林永永追到上海 却是靠在酒吧住场来赚取生活费 你觉得 我是要你钱吗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 来补偿你 有 你离婚 不可能 当林永永提出 让许幻山离婚然后娶自己 许幻山第一时间逃走了 当林永永发信息说见最后一面 许幻山第一时间告诉了顾家 然后自己选择了逃避 许幻山就像一个孩子 喜怒哀乐全血在脸上 而且一遇到事情就知道找顾家解决 我第一次见到许幻山 你第一次见许幻山 他就给了你的创可贴 你觉得这个男人好过你 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把创可贴 戴在身上 是因为许子言从小就小刻小凤 是我反复叮嘱他的 就连第一次见面时 打动林永永的小细节 把随身携带的创可贴给林永永 让林永永包扎伤口 这样的小细节都是顾家千叮名万 主妇才学会的 事实上 林永永除了得到了顾家的一巴掌 其他什么都没有得到 上赶着倒贴的林永永 最终灰溜溜的走了 而渣男许幻山也终于要遭报应了 林永永走了 顾家却不见了 许幻山先是去了钟晓晴那里 不但没找到顾家 反而被钟晓晴一顿臭骂 你个人面兽心的渣男 当初顾家是眼瞎才看上了你 我告诉你 这件事不管顾家原不原谅你 你以后都别来挑我们家门 我不认你这个人 许幻山又找到了王漫妮 王漫妮也不知道顾家去哪了 许幻山又被王漫妮一顿教育 不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指责他给你压力 每次他在要求你之前 都是先让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 你是不是应该想想 是不是你配不上他 把妻子的完美 当对出轨里有的男人 会不会太低级了 许幻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谁都不想搭理他 那么顾家到底去哪了呢 林悠悠虽然走了 但是两人的婚姻问题还要解决 司机小陈替许幻山求情 这件事肯定是许幻山做的不对 他也不值得被原谅 但是自己跟了许幻山十年 许幻山是个老实人 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可能就是一时冲动犯了错 小陈交给顾家一个游戏机 有时候从公司开回家 在家楼底下 他总拉着我陪他玩上半小时 说把心情调节好了 回到家你儿子看见了也高兴 我从来不知道他一直玩游戏 本来男人想藏住一件事情 就一定藏了这 小陈本想劝和 没想到却起了反作用 如何处理这段感情 顾家确实有点不知所措 毕竟相爱了十年 哪能说放下就放下 心情烦闷的顾家 直接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长沙 顾家漫无目的地游走在长沙的街头 我最大的安慰 你体面的空谓 我婆你在哪儿 要不要我去接你 顾家你去哪儿了 这些日子 家里也见不到你 公司也见不到 顾家还是心软了 立马起身打了个车 火速地赶往了机场 顾家火急火燎地买了机票 却在检票的时候突然反悔了 顾家不想回去了 顾家给许幻山发了一条信息 让我离婚吧 顾家给两个闺女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告知了自己的决定 何许幻山离婚 然后自己独自抚养许子言 我做了太久 别人的老婆 别人的妈妈 别人的女儿 我现在只想做回我自己 虽然我之前想到了 但是听你这么说 我还是觉得有点 顾家 我是说过哪样都支持你 但是你选的这个 我更支持 离婚是惩罚她犯的错误 不离婚呢 早晚会惩罚你自己 对于顾家的决定 两个好闺蜜都表示支持 调整好心情的顾家 和许幻山一起去找律师 咨询离婚的事情 许幻山试图做最后一搏 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女人那样 为了孩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顾家笑了 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 其他人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前面十年 实在是太美好 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 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 我也不想哪天告诉儿子 我跟你爸爸不离婚 都是因为你 你原谅我一次 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 回不去了 许幻山曾经说过 蓝色烟花只为顾家一个人绽放 许幻山曾经说过 弱水三千我只取你这一条 但是誓言破灭了 她就像一根刺 扎进了我心里 拔出来就剪一身血 放一场烟花 就会疼一次 我们的婚姻不是失败了 只是结束 顾家毫不犹豫地在离婚协议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许幻山刚想签字 电话响了 许幻山一下子就傻了 怎么了 烟花厂 炸了 许幻山进去了 进去采缝刃机了 许幻山正准备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却接到了严厂长的电话 烟花厂炸了 烟花厂爆炸后果很严重 许幻山最好的朋友审结 三个月前就因为烟花厂爆炸 进去采缝刃机了 许幻山直接就下赏了 虽然已经决定离婚 顾家还是第一时间去了烟花公司 烟花厂那边的反馈过来了 死了两个工人 还有三个工人受伤 而且爆炸的不是生产线 是许幻山偷偷存放的蓝色烟花 因为湖南连续下雨 湿度太大 烟花直接爆炸了 财务告诉顾家 公司的账面上也就两百万了 因为发生了爆炸 很多订单都完成不了 后续可能要面临巨额的赔偿 顾家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切 而许幻山却是只会发呆 结婚十年 顾家帮许幻山扛了十年 现在轮到许幻山自己去面对 许幻山去幼儿园 看了儿子最后一眼 顾家对不起 然后许幻山选择了主动自首 许幻山进去了 但是离婚手续却没办成 现在烟花公司面临巨额赔偿 唯一的选择 就是卖掉军月府这套三千万的房子 辛辛苦苦了十年 才买下的房子 住了几个月就要卖掉了 顾家心里非常的不舍 顾家关掉了公司 卖掉了车子 遣散了所有的员工 顾家做了最后一个蛋糕 来到了顶层王太太的家 感谢王太太这段时间对自己的照顾 之前您帮了我们家不少忙 谢谢您 别提了 还不是白忙活吗 白忙活 您说得对 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 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现在梦醒了 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先把眼前的事 一件一件解决好吧 之后 重新开始 听着还没垮 茶厂的村长听到顾家的事 特地从湖南赶到了上海 还带来了全村村民凑的一万多块钱 顾家看着手里的一张一张零钱 心里非常的感动 这个钱我不能收 我真的不 顾家 你就收下吧 你别嫌少 我收下吧 替我谢谢大家 连老天爷都是这么安排的 看过冬天 一定有春天 是吗 这错不了 顾家 不穷了 顾家 不穷啊 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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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带着顾子言 去湖南 顾家 告诉顾紫言 爸爸 出差了 可能会去很长很长的时间 那 得 帮我打个电话吧 出差 词言 可以打电话的吗 嗯 我问问爸爸 顾家 他去监狱看望许幻山 许幻山胡子邋遢 看上去很是憔悴 顾家安慰许幻山 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让许幻山安心改造 公司我已经关了 员工的遣散金 也都安顿好了 赔偿金额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卖房子的钱足够付了 茶厂那边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了 够付我跟子言的生活费 你放心吧 也就三年时间 你好好表现 争取减刑 我在里面倒成了撒手不关 所有事 我连你一个人 许幻山非常的内疚 这次出了那么大的事 帮助自己善后的还是顾家 这段时间顾家想了很多很多 这件事也不完全是许幻山的错 顾家也检讨了自己的行为 你们离婚吗 我让律师 送今起草一份文件 我签后 寄给你 好 这一刻的许幻山 三分后悔 三分愧疚 三分解脱 一句无声的对不起 许幻山转身走了 好好的一个家 因为许幻山的一念之差 终究还是走到了终点 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 钟晓晴王曼妮早就等在门口 刚刚我走出那道门突然想到一句话 什么 蝴蝶过山门 青州过崇山 我们一定会做到的 嗯 嗯 哈哈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